低级向导秦云竟被神机哨兵暴君墨设里强行凋记 从此开启没修没造的伴侣生活 作为一名低级向导 连精神体都没有的秦云 几乎与普通人无异 为了早日在首都兴武环买房 每次上前线干活充满了干净 传闻帝国的皇帝陛下墨设里是个暴君 登基不到一年已经连续攻占了七颗小行星 包括目前秦云所在的巨星 皇帝明显有打满26颗行星 然后召唤神龙的羽星 秦云的军队正在执行战场收尾任务 此时少将突然告知 后勤那边传来消息 说有不明飞船登陆巨星 运输舰已经被击火 对方的船舰开启了屏蔽器 且球员信号刚发出去 就算从最近的航空战争派人手也要四个小时 秦云带着几名队友前往侦察 发现入侵者竟是奥林匹斯联盟的军队 他们只有一艘船舰停住 哨兵约有500人 未探测到疑似高级向导的作战人员 突然秦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攻击 他立马给众人撑起精神屏障 是高级向导 而且就在他们附近 情况危急 秦云大喊着自己先拖住那个高级向导 让队友们立即分散撤退 秦云为每一名队友包裹上精神力屏障后 队友沿着四个方向犹如离形的弓箭般射出逃走 此时秦云的精神力几乎被抽干 他立马骑上摩托战车飞奔离开 对方的思维往紧追不舍 眼看着要触碰到秦云 突然秦云头顶有飞行器划过 他以为是高级向导 刚想掉头就听见风隆一声 那个看上去无比高级的玩意 就这么头朝下的栽档地闭上 秦云嘴角抽动 颇为无语地看着眼前 那架填满了水钻闪闪发亮的飞行器 飞行器的天窗喷的一下 从里面被人踹开 紧跟着探出一张半边都是血的脸 从飞行器走出的男人 长着一头金色耀眼的长卷发 秦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股精神力电流攻击 瞬间痛到他抱着头跪到地上 男人居高临下地望着秦云 只见聚其一束精神电流 自己人 男人自言自语 秦云睁大了眼望去 才看清楚那人胸口的帝国徽章 男人皱着眉抽动了几下鼻翼 低级向导 没有精神系 罪悟 男人不停地鄙夷 秦云不由地恼了回怼一句你礼貌吗 突然秦云感觉到一股让人发毛的力量逼近 是对方的高级向导出现了 只见对方的精神力网直直地伸向金发男人 秦云赶忙出声提醒 话没说完 只见金发男人一个闪身穿过秦云 单手掐起那个高级向导的脖子 提在半空中 那名向导拼命挣扎却无法撼动一分 金发男人嫌恶地说道 感应到强者就迫不及待地想结合 随即将高级向导甩到地上 那名向导就像一滩水似的软在了地上 脸上一片红韵 秦云看傻眼了 简直搞不清现在是什么情况 结合热 发情了 男人嫌恶地说 你是哨兵 你的精神体呢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 给我闭嘴 低级向导 秦云不禁心里吐槽 这男人说话真是让人火大 秦云没遇到过结合热 但他明白这种情况对向导来说有多痛 他让男人处理一下 男人只一脸关我什么事的表情盯着他 秦云赋斐这人脑子被撞换 没学过 宇宙向导宝赋斐 秦云耐着性子跟男人解释 所以呢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 秦云尴尬到一半 突然反应过来 你有专属向导吗 对方顿感有种被戳到痛处的胃 不耐烦地回到没有 我想也是 少兵有了专属向导 怎么可能单独行动 绝必全天24小时的要把人绑固腰带上 此时秦云一定想不到 以后他就是那个被绑固腰带上的男人 秦云眼看男人不想帮忙 只好问他有没有带平衡计 男人懒洋洋地回到座位底下有的箱子 秦云扒拉出一只金属医疗箱 箱子面上贴着男人的证件照 西照 你叫西照 秦云喊了一声男人 结果被换作西照的哨兵直接无视般转过头去 秦云顿时头冒十字 再次吐槽着男人肯定是凭实力单身的 给地方向导注射完平衡计后 秦云将对方绑好放在一块岩石边上 眼冒金光 因为按照宇宙向导保护 由于高级向导稀缺 背负的高级向导都会被归属 博以高额资源或相应条件赎回 这是笔句 回头地面清理部队来回收时 不知又能给他们的队伍多少奖励了 秦云正想联系部队 却发现通讯器已经快了 他想起之前发出的球员信息 突然意识到西照的到来是不是就是救援 西照没有回答 他望着远处 突然一把拽过秦云的衣领 问他敌军的宇航健在 秦云惊诧 问他想干嘛 你说错了 只见西照用手撩开左边的头发 随即露出他那只金色的左影 秦云呆呆地看着他的瞳孔 慢慢竖成了一根细长的线 我不是来救援的 我是来杀人的 放我下来啊 秦云整个人被倒挂在西照的肩上 他都未被抵得痛的药米 你这个神经病啊 下一秒他便被西照大力地抛上天 体验了一次无时勿云霄飞车 西照抽出一把近两米的黑色巨剑 刷刷砍倒了对方一大片哨兵 接着脚下一个爆射正面 接住了掉下来的秦云 秦云顿时有一种灵魂离体的感觉 西照在几个灵活地跳跃 秦云刚好把昨晚的夜宵都吐完了 西照一脸不耐烦地把秦云放到地上 大喊 吵死了 再吵我就扔地上拖着走 秦云立马表示你这样完全不控制情绪 意识云乱得不像样 并试着探出思维触手 我可是专业治疗狂躁症二十年 话没说完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粗粗粗的枪声 西照立马横抱起秦云飞奔离台 冷静点啊 秦云感觉自己的腰都快要被折断了 他毫不犹豫地将神经触手探入西照的意识云 想安抚对方的抱子 西照的神情瞬间变得差一几了 刷刷解决掉面前的敌兵后 他一脸若有所思地看着秦云 然后调整好姿势 单手将秦云像小孩一样拖抱起来 那啥 我树立技术不错吧 秦云弱弱地开口问道 西照没有回答 只是冷冷瞥瞥了一眼 秦云立马反应过来 继续操控思维触手 勤快地疏导着对方的意识云 但和他之前接触的哨兵不一样 西照的意识云强大到了不可深测的地理 秦云的触手一直深入 精神力逐渐被抽干 这时却发现怎么也停不下来 此时脑海里响起西照的声音 够了 停下 西照发现秦云没有反应 不得不出声提醒 停下 你要晕过去了 秦云猛地收回触手 大口大口地喘气 整个人疲惫得快要晕过去 西照有些不耐烦地责了一声 然后伸手掐住了他的下头 西照的信息素温和地试探着秦云的意识云 结果秦云的思维触手又慢慢地伸展开来 西照黑了脸 捏住秦云的脸说 我都说够了 你想死吗 给我收回你的触手 我看你一直在我嘴里停 明明我按摩很舒服啊 干嘛要停 西照气得脸貌十字 健壮就去扒拉秦云的衣服 我看你是想被完全标记似的 秦云这才反应过来大喊着我错了我错了 不要把我衣服 西照将秦云安全送回后秦云 秦云的战友不唧唧地扑上来 大喊着还以为再也看不到秦云 突然战友相意识到什么 他推开秦云大声质问 卧槽 你被标记了 哪个王八蛋干的 秦云固有汗言 这个很明显吧 得了吧 你不知道这个哨兵的信息素有多强 都引起我生理不舍 远处星空下 西照站在高处上 看着底下奥林匹斯的宇航舰 手里拿着个贴满水钻的Hello Kitty手机 只见他对着手机 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一顿不留 帝星舰 帝国最年轻的将军斯卡特 正称的下巴观赏皇帝换回他的统领制服 还好我有先见之明地戴了新面具 自从内阁知道你私自行动后 首相家里的茶具大概又要换一套全新的 斯卡特带点得意地说 换好制服的皇帝陛下 墨舍里优雅地坐下 银色的面具刻着精致的花纹 遮住了墨舍里的左半边眼睛 柏林又想搞什么幺蛾子 墨舍里看向斯卡特平静地问道 这个你要理解 毕竟内阁的首要任务 是要将掌握在手里的六成高级巷岛中的 随便哪一个送到你床上 不过他们看来要失望了 话说跟你标记的那个小甜心呢 你怎么不一起戴上了 只是最初级的精神标记而已 半个月后就会自动解除 更何况他也不是什么小甜心 老实说 那人的个子跟你差不多了将军 话说完 墨舍里掏出个贴满水钻 闪闪发亮的笔记本 开始搜索起秦云的信息 斯卡特在一旁看了 不由吐槽皇帝陛下 怎么还在用着地球时代 21世纪的古董 然后便看到了 电脑上出现秦云的信息 当看到最后一栏写着精神系无时 整个人都炸毛了 你想杀了这家伙吗 精神标记 他没封掉 斯卡特反应过来 秦云好好的真没疯掉 墨舍里面无表情地看向他 斯卡特尴尬 行了 别这么看着我 你知道我为你擦了多少次屁股吗 说来听听 墨舍里双手拖着下巴 闭脸很感兴趣的样子 看着斯卡特 斯卡特当场被噎到 假装轻壳两声 好吧 说正事 你要知道 就在半小时前 奥林匹斯以向导宇宙保护法的名义 向我国提交了交换战俘要求 以及向导结合申请 他们的高级向导在战场上 被迫引发了结合热 而匹配的哨兵却没有履行责任 他们已经在皇宫等着我们了 责任 墨舍里吃笑一声 他自己控制不住信息素 关我屁事 斯卡特翻了个白眼给皇帝陛下 别开玩笑了 你难道真的打算回关我屁事次的字 现在已经不是几百年前的地球法律了 玄宇宙向导保护法规定 一旦向导对某单身哨兵的信息素产生结合热 那么某哨兵就必须对产生结合热的向导实行标记 这就叫 既然我强迫了你 你就必须要和我在一起 墨舍里一副关爱智障的眼神 看着他那可爱的将军 画面一转 地心上 帝国上将崔斯塔纳正在休息 突然屋外传来巨大的风鸣声 把他整个人炸得跳起来跑出窗外 边大叫着是不是奥林匹斯打过来 当他看到那熟悉的飞车时 他立马意识到来这是谁了 帝国第一大臣林栋梁一脸歉意地挠了下后脖子 崔斯塔纳倒也不介意 贴心地奉上热茶 林栋梁一脸凝重地看着他说 奥林匹斯的代表跟内阁的那位已经到达皇宫 我们最好马上出发 刚从床上被轰醒的崔斯塔纳无语望着他 你确定要我顶着这样的造型去撕逼吗 两人穿戴整齐后出发来到皇宫 这时崔斯塔纳想想起什么问林栋梁带平衡计眉 毕竟皇帝陛下的信息素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 幸好林栋梁早已被好 皇宫里 内阁首相柏林夫人带着相当学院首席保丽也在次等后 崔斯塔纳在看见保丽时眼神冷了下来 林栋梁察觉到他的变化 于是出口询问 你认识他 崔斯塔纳一脸严肃地回报 向导学院首席保丽 能力平分S级 向导军顾之前多次拉拢过他 可惜现在来看这位向导之不在此 他的野心似乎还要大一点 皇宫里 奥林匹斯使臣情绪正在激动地演讲 可怜的图恩 他就被这么扔在了战场上 陛下 这可是违法的陛下 墨设里表情真诚地看着他们 是的 我也对此深表遗憾 看来十一星帝 确实配不上这位高级向导的地位 希望等下你们离开的时候 不要忘了再补二十一星帝赎金 公关大臣大概没料到 皇帝陛下会无耻到如此程度 他被狠狠地噎到了 不怎么甘心到 陛下 我听说你也刚刚从巨星回来 啊 没错 墨设里点头 想必大家都看出来了 我还做了精神标记 不过 他看向那只羚羊精神系的向导 讥讽地笑了笑 跟这位高级向导并没有关系 公关滑稽地瞪大了眼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陀恩 后者维米地点点头 其实不只是他 宝丽从墨设里进来后就开始面放红韵 虽然看得出极力克制 但他的精神系 那只骄傲的白色孔雀 早已被陛下恐怖的信息宿机的浑身颤抖 他现在肯定后悔没把精神系隐藏起来了 崔斯塔纳悄悄对着灵动良摇耳朵 他幸灾乐祸到 没遇到神机压制前根本就不懂 幸好陛下已经做了精神标记 要不然他肯定跪在地上求着调教 等待许久的柏林夫人终于抓到了机会 急不可待地表示 要那位给墨设里做了标记的向导 必须经过艾佛里欧学院的审查 没想到的是墨设里竟然轻松硬下 接下来却说自己不认识他 让内阁自己找去 这时奥林匹斯的使臣急了 等一下陛下 奥林匹斯的使臣激动到 我们有着神机向导的基因 赫禄大人在世时增许诺 话没说完便被墨设里平静地打断 他脸上的面具泛着冰冷机智的光泽 我才是帝国现任的君主 而他也不是女的 别妄图想用这个法子像控制赫禄一样控制 公关大臣顿时被墨设里强大的气息吓得不敢出声 想必你也听说了我的一些传闻 墨设里笑了笑 不 应该说那些并不是传闻 我承认 皇帝看向众人 心情愉悦地道 我确实是个暴君 秦云正一边刷牙一边跟他的小伙伴视频 屏幕里沈卓涵正想问他有没有休假 就看到一只圆滚滚的橘猫跳到了影像前 甜心 你给我下来 小伙伴沈卓凡气得上手把换作甜心的小肥猫扒了下 秦云温柔地笑了起来 好了甜心 我等一下就去看你 没想到甜心似听懂了一样 乖巧地收起了爪子 沈卓凡不禁吐槽甜心吃力扒外 都不晓得平时到底是谁在养的他 一抬头便看到正在更换衣服的秦云 背后浮起了巨大的精神标记涂头 怎么了 秦云此时一穿好外套转过了身 沈卓凡欲言又止 最后只是叹了一口气 说道 算了 沈卓凡在首都闹市区开了家宠物猫舍 秦云算是个二老板 只要碰到军队休息都会去帮忙 来得太慢了 沈卓凡抱怨道 一块把甜心搭领 宝贝洗了 他们三个太能折腾 秦云边撸着甜心边点头答应 跟我回家吧甜心 秦云抱着甜心来了的贴贴 甜心舒服地眯着炎阳起脖子 你带回家了不还是我养 一年都找不了家几天 沈卓凡不由吐槽起他的小伙伴 两人很快将秦云带来的差点 让人倾家荡产的黄金海兔炖肉吃光 秦云突然想起什么 从口袋里掏出一长方形金属盒子说 这两个月的平衡计 以情况比较特殊 这种比较难搞 省得点用啊 沈卓凡一脸愧疚地看着秦云 他要的平衡计非常特殊 听秦云低级向导的身份 原本是铁定拿不到 秦云拍了下沈卓凡 表示自己即使没有这事 也是要上战场的 所以不用觉得对不起他 沈卓凡叹了口气 他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也只是张开手臂 将秦云抱进了怀里 另一边 柏林夫人又来给我们的皇帝陛下拉皮条 只见他带着艾佛里 欧相岛学院的首席宝丽 等候在墨社里经过的走廊上 墨社里似乎并不意外 他会挡住自己 他的目光落在柏林夫人身后的宝丽身上 露出个意味不明的笑容 看来您年纪大 忘了之前送来的几个都是什么下场的 宝丽不同 柏林夫人自信道 她是最优秀了 墨社里挑了草莓 是吗 听到皇帝的问话 宝丽深吸一口气 她强迫自己抬起头 尝试着向对方探出思维触手 墨社里并没有避让的意思 但是少女的触手在离她只有一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作为普通人的柏林夫人看不见发生了什么 她皱着眉担忧地患道 宝丽 少女目光呆滞 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 她想要上前拉过对方的胳膊 却被林栋梁阻止 如果不想她的脑子彻底坏掉 请千万不要碰她 还有 您最好叫医生过来 柏林夫人一脸惊恐地待在原地 而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宝丽的思维触手早已碎成了一片片的羽毛 缓缓飘散在空气中 秦云刚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 便看见西照斜斜地坐在她家的沙发上 身旁还放了一只等人高的巨型黑色兔子玩偶 她不由当场炸毛 你是怎么进来的 西照淡淡地瞄了秦云一眼说 很简单只要权限够高 秦云头冒十字 心里不禁又开始吐槽起来这万恶的等级限制 随后操起她练就了二十年的职业微笑 委婉地表达她要睡觉 你可以走了 当然 可怜巴巴的低级小向导又怎么过得过神级哨兵 画面一转 秦云已经被西照压在床上乖乖就起了 嘴里还凶巴巴地喊道 你睡过来一点 让我吸点向导速 被等级压制的无法反抗的小向导 秦云只能麻溜地滚进哨兵怀里 没想到的是 西照很快就睡着了 秦云抬头看着她那俊美帅气的脸庞 心里不由想起以前就听说过 精神标记完的哨兵会变得很黏自己的向导 高傲如西照这样的哨兵 虽然嘴里凶巴巴的没几句好话 但身体却很诚实地表示 她需要秦云时时刻刻陪在她身边 入睡后 两人的信心素不自觉便交融起来 秦云明里呼呼间 下意识看出思维触手 熟练地伸进了西照的意识云 秦云一睁开眼 便看到整个意识空间里 漂浮着形状各异的黑色碎片 到处是满目苍蝇的痕迹 秦云知道那是狂躁发作的后遗症 而这样的精神状态 可不是一般的不妙啊 广袤无垠的荒漠大地 远处巨大的沙丘发出耀眼的光芒 秦云走近一看 在铺满了一大堆闪着银色光芒的圆盘上 含着一只黑乎乎的不明巨兽 那疑似巨兽的尾巴下 压着的是今晚西照拿过来的过副 正当秦云想看清那庞然大悟时 他突然惊醒过来 一整个晚上过度使用思维疏导的后果 直接导致了现在他连一根手指也动了 西照二话不说捏住脖下 给他来了个深度交流的贴体 结束后 秦云感觉精神力饱满 非常满足 秦云被亲的浑身舒坦 赖在床上不啃起来 他回味着刚才的信息速 大脑终于清醒了点 他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西照会和自己做标记 你是高级少兵吗 秦云小心翼翼地问 S级的 西照看了他一眼 弯腰套上军靴 秦云不死心 爱福利欧学院没给你介绍对象 应该有不少向导愿意跟你标记吧 西照的脸色不怎么好看 你不想跟我标记 也 也不是 秦云顿时感到一阵恶寒 瞬间感觉他要是说出一个不的话 会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 军部的休假已经到期 秦云开始打包要带走的行李 西照无事可做 却也不帮忙 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摆弄他那只无敌华丽的古董手机 可 你不用回军部吗 秦云边收拾行李边问他 我自有安排 西照头也不抬得回到 此时电视里正循环播放最近关于埃塔星的战事 作为奥林匹斯星球的第三要塞 埃塔星主要由一种高智慧的鸟类人注视 他们数量并不多 只有雄性 拥有非常高的精神力 战斗力却不强 奥林匹斯名义上为他们提供军序设备 但私底下有什么动作连帝国都不清楚 奥林匹斯的人口只有帝国的五分之一 但向导的数量却是我们的两倍 秦云皱着眉 他们连巨星那种小地方都舍得派高级向导去 神级向导计划 西照看向秦云 奥林匹斯宣称 他们拥有神级向导的基因片段 秦云愣了愣 说 这个 这么机密的事情告诉我 西照冷笑一声 你信 既然他们这么说 那肯定是有底气的 西照哼了一声 我 皇帝会孤独终老这个事实 没有人可以改变 秦云 也没那么绝对吧 就算找不到向导 相爱的人在一起也总是可以的 相爱的人在一起 西照嘲讽地笑了笑 然后呢 一个控制不住狂躁 一个身陷政治内斗 被迫伤害 被迫分离 连心爱的人也保护不了 如果是这样的相爱 那我宁可不要 此时的皇帝陛下不会想到 当这一切发生在他的向导身上时 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爱人 而是清尽一切保护他 一个小彩蛋 吴燕 闭嘴 行了 我知道你想去找秦云 别吵了 你行 他会死 好了 好了 我去找他 这些乱七八糟的挂战 你只许带一样 自己挑 崇燕 你挑这么大一个水钻熊 是不是有病 正所谓伏伏同心 奇力断金 今天我们的皇帝陛下 带着他的小娇妻晴云 提前来蜜月旅行了 此时晴云正鬼鬼祟祟地 躲在一块岩石后面 底下是四条巨大凶猛的蓝燕纱 这是帝国好事最久 在牧射里即位不久后 御驾清征才攻下来的地心原住民 秦云还没反应过呢 突然就被西赵拽起 他纵身一跃 从高处跳下 吓得秦云哇哇大叫 双手勒住西赵的脖子 西赵一下跳到其中一条蓝燕纱身上 手中的光剑直直插入巨纱的身体里 你疯了吗 秦云快被自家哨兵的行为吓得魂都没了 但西赵很快察觉到力量上的不足 秦云见状立即探出四维触手 西赵感觉身体瞬间力量爆棚 刷刷两下就将蓝燕纱巨大的头颅砍下 西赵从来没有体验过力量如此聪明 整个人变得兴奋起来 好不容易终于将那四条巨纱搞定 秦云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他满脸都是汗水 躺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想动 这才四肢 你就不行了吗 西赵一脸轻松地问道 秦云累得闭上眼睛 说 你以为用四维触手疏倒这么容易 这个又不像信息俗 舔一口就好 舔 一 口 西赵一字一顿地道 他蹲下来盯着秦云问 你舔过谁 秦云暗想 糟了 听说哨兵对与自己建立练剑后的向导 有着无与伦比的不战运 他尝试着用四维触手安抚西赵躁动的意识云 耐心地解释道 你冷静你 低级向导一般在战场上要疏倒多少低级哨兵 偶尔被舔一下也是特殊情况 我说的只是特殊情况 到现今为止真的还没人舔过我 以后也只让你舔 这答案勉强让哨兵满意 只见他伸出手 意味不明地摁住秦云的嘴唇 两人四目相接 西赵缓缓低下头 给秦云来了个深入交流的精神标记 结束后秦云满脸通红 全身发热 心脏砰砰直跳 他感觉全身都不对劲 其实刚才后半段完全忘了疏倒 只是单纯地和西赵贴贴 你在弄什么 西赵似乎没注意到秦云的异状 看秦云一直在捣布他的弓箭 我一直在练习把精神力做成箭矢 向导的精神力攻击范围十分有限 如果我射得准的话 也许可以远距离攻击敌方的大脑 话音刚落 刚成型的精神力箭矢维持不住形状 缓缓消散在空气中 果然很难 秦云不由泄气 西赵剑此却若有所思 向导要把巨大的精神力量压缩进一个非常小的物体里 需要极高的专注度及精神力控制 你不应该只是个低级向导 西赵突然道 秦云对于这么直白的称赞有些受宠若惊 他不怎么好意思地摸了摸领 但是我没有精神体 向导精神力的强弱决定了精神体的状态 西赵没有再反驳 他突然伸出手 轻轻地揉了揉秦云的头顶 说你不会比任何一个高级向导叉 因为 我是你的少兵 一个小彩蛋 可怜的崔斯塔纳 您真甜呢 斯卡特 你连这门都来不及走 有什么急事 当然是急得不能再急的事了 大人 你什么时候才能跟我完成 最终标记 喂 你们俩打情骂俏的时候 能不能别无事我 记得关注再走 秦云自从接到哀塔星秘密任务后 便被西赵从早训到午 虐得昏天暗地鬼扑神豪 累得他中午和好基友一起吃个饭都能睡着 而好基友在得知秦云竟然只是在当哨兵的小弟后 也是气得拍二戏 尊严 你再和我谈尊严 训练场内 西赵一刀砍断了面前的怪物 秦云在一边控诉着自己哨兵的某种行为 我也是有人权的 我没有精神体 这你都知道 你的精神体呢 既然都让我思维疏导了 为什么不给我看你的精神体 西赵却表情古怪地看着他 你想看我的精神体 秦云激动地点头如捣钻 一脸期待地忘了他 怎知道了晚上 两人坐着一辆里外贴满闪散的飞行器 秦云满脑疑惑 问西赵不是给我看精神体 我们这是去哪里 塞浦路斯星河 西赵略带便秘地回答道 为什么看着精神体要跑到情侣圣地去 秦云惊讶地问他 只见西赵突然黑脸 有点气急败坏地说 我的精神体醒 你有意见吗 秦云顿时不敢出声了 塞浦路斯原本是个导博 也被称为爱之圣地 因为在夜晚的海边 可以欣赏到全宇宙最美心 而让成千上万的普通情侣去之路 秦云他们到时沙滩上已经有了不少人 普通人虽然看不见精神体 不过不排除会有哨兵和向导的情侣 你在这放精神体没事吗 秦云担心道会不会吓着别人 西赵这时找了个没人的礁石跳了上去 回头对秦云伸出手 过来秦云担忧地说道 这地方太热闹了点了 这么多人有点不好 话没说完 坠满星光的夜空下 一条身长二十多米的黑色双翼巨龙 骤然出现在眼前 秦云猛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转头看向四周 发现周围的人像没看到似的 反应很平静 我叫他重演 西赵的语气平淡 就像在说今天天气很好 除了你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月旋当空 塞浦路斯的星河波澜壮谷 崇云撒欢一样地在夜空乱飞 他似乎很喜欢那些星星 总是伸出爪子去够他们 像是整只龙都睡在星河里一样 秦云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看向身边 西赵闭着眼靠在礁石上 呼吸安稳地睡着 秦云看了他许久 才重新转过脸去 崇云落在了秦云的面前 用他的大脑门轻轻蹭了蹭秦云 然后伸出舌头舔了舔秦云的右脸 他煽动几下翅膀 从里面不停掉落各种闪闪发亮的挂截 秦云看着这似曾相识的手机壳 突然想起精神体跟主人心意相通 所以之前那兔子玩偶 其实也是崇云送他的脸 不得不说你真相了呀 秦云 秦云一脸害羞地跟崇云道谢 崇云将他围住在怀里 并伸出他那大脑袋让秦云摸摸他 你真是只漂亮威风的大家伙 秦云开心地用下巴蹭了蹭崇云的鼻子 崇云舒服地眯起了双眼 他干脆翻过身 让秦云也摸摸他的故土 秦云边说着好好好 边伸出双手给崇云顺毛 看到这里小编表示 身为一只长得如此酷炫的萌 你这么会卖萌真好 不要他要什么你都答应 会宠坏的 西照略带忧心地看着面前某次子笑的话 难得啦 平时他身边就只有你 也是很寂寞的 秦云略带伤感地说着 他回头看向西照 说下次再一起来吧 塞浦路撕心盒真的很美 西照没有说话 突然伸出首府上秦云的后子 低声道 精神很好像淡了点 有吗 秦云转着脖子想看到背后 然后 一个小彩蛋 陛下 如果我没有看错 训练寺里那个人只是个低级向导 怎么了 陛下 低级向导无权绑定任何单独的哨兵 更何况您是谁 雷兹塔纳 你是2S级向导 你能抑制我的狂躁吗 不 我不能 我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他可以 他是我的向导 我需要他 平时没事就该多上上网 不然连自家男票可能是的顶级高富帅都不晓得 墨舍里吸召伊萨 当今皇帝陛下的权名 唯一拥有神级精神体的哨兵 据传闻他的精神体就是龙 沈卓凡不由替好友的粗线条感到着急 秦云个憨憨前一秒还在跟小伙伴分享自家男票的精神体是一条龙的秘密 下一秒就被男票身份的信息砸得当场当机 还没反应过了 人已经到了皇宫 秦云站在皇宫大门前乱七八糟响了一通 大门处突然冒出老管家慈祥的笑脸 秦先生请进 傻乎乎的秦云紧张地对着光屏鞠躬 陛下 您的小向导很有意思 有意思什么 笨得要命 皇宫管家八斤把秦云领到一个房间 才当打开门 崇燕蹦跆着他那二十吨的龙体将秦云铺个满怀 您看得见崇燕殿下 啊 是的 老管家感到满脸欣慰 自家主子终于不用孤独中老了 崇燕领着秦云参观他的房间 房间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水钻玩偶 地上更是铺满了闪闪发亮的金银雾势 崇燕眨了眨眼 他半只起身用力抖着翅膀 然后一堆水钻挂件噼里啪啦地掉到了地上 秦云捡起其中一只水钻牛仔玩偶 上面的水钻东一颗西一颗 大小分布还不规律 秦云还在吐槽这玩偶的手工真烂 崇燕兴奋地围着秦云钻圈圈 结果不小心踩到一只金色的水钻牛仔 然后一堆水钻噼里啪啦地掉到了地上 少女心的巨龙立马嗷嗷大哭起来 别哭 别哭 我帮你贴 此时另一个房间里 墨蛇里手里捧着本杰和热注意手册看的入神 一旁斯卡特神情古怪看着他家君主 陛下 您看杰和热注意手册干什么 你还有什么事吗 墨蛇里头也不抬 斯卡特只是想确认埃塔星任务准备带多少人 墨蛇里却说他自有安排 无需担心 崇燕的水钻牛仔不好吗 比之前墨蛇里贴那个还要精致好呢 崇燕高兴的见牙不见眼 你不能这样惯着他 墨蛇里站在房间门口看着一龙一人的温馨画面 像我就知道教育他什么叫适可而止 秦云盯着面前一大堆墨蛇里亲手制作的水钻物件 脑里不禁飞线这位陛下大概是对适可而止有什么物件 画面一转两人坐在豪华飞行器上面 秦云正在吐槽自家男票驾驶技术真烂 害他贴钻都贴不好 墨蛇里立马炫了一手720度空中螺旋飞车 但老婆知道自己车数多牛掰 体验完自家老公的车技后 秦云一脸菜色问他现在是去哪 加西亚大公的府邸 墨蛇里平静地回到帝国最后的贵族加西亚 老加西亚并不看好赫鲁帝王 更加倾向于内阁执政 作为掌握了帝国一半军力的公爵大人 有他的扶持 内阁当时可谓是权亲朝义 直至墨蛇里登基 老加西亚也变成了小加西亚 加西亚亚瑟拥有强大的兵权 不按理出牌的个人风格 原本也是跟他父亲一样更亲近内阁 直到他的向导出了事 那名向导是大臣林栋梁最看重的学弟 柏林夫人认为他动摇了内阁的政权 故设计谋害他 原本打算让亚瑟精神崩溃 兵权旁落 只可惜那名向导也不是省牛的灯 为了保护亚瑟 向导给他下了意识催眠 让亚瑟忘了他 但做过终生标记怎么可能就随随便便忘记 亚瑟就算不记得他 也不会忘掉是谁害了他的爱人 那他最后死了吗 秦云沉默了许久 忍不住问导 不知道 就算没死 向导的能力也肯定没了 被注射了脑神经破坏剂的向导 最终的后果都是一样的 今天宠物店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元宝一看见沈卓凡便连在肩上不肯下来 元宝还是那么喜欢你 只有见到你他才不害羞 沈卓凡笑了 是吗 他在哪 还在我肩膀上吗 林栋梁没说话 他拉着沈卓凡的手放到元宝的头顶 可是在沈卓凡的眼中 他依然什么都感受不到 以后一定有机会再见到你 林栋梁安慰着面前 这位已经失去向导能力的学弟 沈卓凡摇了摇头 眼里却没有希望 连你都治愈不了我的脑神经 除非真的有神级 但又怎么可能呢 林栋梁长久的沉默不语 我并没有怪你 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平黄市就能保我下来的 沈卓凡不由握紧双手 眼里充满了担忧 只是这几年 他 还好吗 画面一转 墨舍里已经将飞行器停在公爵府外 亚瑟这几年一直靠着平衡机抑制狂躁 但情况仍旧越来越不乐观 他真该感谢他的向导 在最后居然还对他用上了意识催眠 要不然现在就不单单只是抑制狂躁这么简单 墨舍里面无表情地讲述着亚瑟公爵的悲惨往事 无法保护自己向导的哨兵 简直就是废物 墨舍里一脸冷酷无情 行云不由在心里吐槽起自家老公 人家被棒打鸳鸯已经很可怜了 陛下您就不能有点同情性命 公爵府邸并不比皇宫小多少 管家是位普通的年轻男孩 行云略微惊讶 总觉得管家似曾相识 在环顾四周 发现花园里的庸人竟然都长得极为相像 是我的错觉吗 我怎么感觉府上的庸人都长得很相似 行云悄悄跟墨舍里摇耳朵 墨舍里平静地回到 虽说把人给忘了 但潜意识里总有个魔障 加西亚这个姓史 连灵魂里都刻了执着这两个字 亚瑟有着一头华丽张扬的火红色长发 眼眸是比发色更深的血魂 英俊冷酷的公爵脸上带着阴痕 冷漠地注视着到来的两人 真难得 你居然会有自己的向导 他给你做疏导的时候没疯掉 亚瑟一脸讥讽地看着墨舍里 这与你无关 墨舍里神情冷漠 那你来这干什么呢 陛下 我来向你借人 要十个有暗杀经验的高级少兵 亚瑟冷下脸 他盯着墨舍里讽刺道 你真的相信哀塔星有所谓的神级向导基因 不惜要瞒过内阁的耳目 用我的兵帮你去行动 我不信 但我必须弄清楚奥林匹斯在导什么 那就你自己去 别打我的人的主 亚瑟突然变得狂躁 一头通体漆黑的残暴雄狮出现在面前 秦云正想上前用向导力安抚对方 墨舍里却拦了下来说 他不会接受任何向导的精神疏离 亚瑟猛地从一旁托盘抓过一只针骨 眼都不眨地扎进自己脖梗处的境内 像是感觉不到疼一样 他哑着嗓子阴冷道 六年前我就不该同意他去帮内阁找什么神级基因 你现在的要求休想我再答应 六年前我刚登机 几乎没有任何视权 你如果当时肯站在我这边 你的向导就不会被判死刑 内阁就是打着神级的旗号诱骗他犯下所谓的叛国罪 就你这个傻逼还真的答应 放心让他一个人去了 同一时间 沈卓凡的宠物殿内 当听到秦云要和皇帝陛下前往哀塔兴寻找所谓的神级基因 沈卓凡激动地站起来 你们想让秦云去干什么 六年前我遭遇过的事你都忘了吗 我当然没有忘 林栋梁安抚道 所以我才来问你秦云到底是什么人 这跟秦云是什么人有什么关系 沈卓凡有些混乱 当然有关系 林栋梁解释着 连当时你的思维触手都无法接近了神级的弊性 为什么低级向导的秦云却可以 秦云他真的没有精神体吗 我调查到秦云的养女 第一届艾佛里欧向导学院最优秀的学生 最后却莫名失踪 一个3S级别的向导 为什么会收养一个连精神体都没有的孩子吗 一个小彩蛋 亲爱的 等陛下去了挨塔兴 好我们也去度个假吧 你想去哪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担心 那个向导真的没有问题 就算有问题 那也是陛下承认的 怎么 你担心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 表面平易近人 骨子里却是个冷血洞 冷血洞怎么了 你的小熊猫不是很喜欢我的帝王恶吗 我担心的不是陛下 是那个向导 奥林匹斯驻扎在爱塔兴的哨兵和向导 不比鸟泪人生 更何况陛下是神纪 太危险 还会死的 那幸好 陛下还没给他完成最终标记 斯卡特 看开点宝贝 政权是靠无数人的牺牲来撑交的 你还记得什么 当初要不是我们假装不知道内阁设计缠出他的计划 让内阁彻底得罪了加西亚公军 那个疯子现在还会保持重力吗 你真残忍自看 偏要让我想起我也是个罪人 还不够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训练室内 墨舍离解决完最后一只怪物后 探向气喘吁吁的秦云 此时秦云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他表示以前一直做的都是战场安抚工作 没试过这样长时间配合一名哨兵使用精神力 不要只想着保护我 你现在是要和我一起战斗 懂吗 我把后背交给你 不是打算让他千疮百孔的 秦云背信的一点脾气也没有 他有气无力地搭拉着脑袋 晚生透露着沮丧的气息 过来 亲一口 这时墨舍离突然道 只见他走向秦云 双手捧住他的脸 低下头给自家向导一个温柔的贴贴 你进步得很快 不要太焦躁 墨舍离知道秦云为了配合他一直非常努力 嘴上虽然说讯他 实际也是心疼自家媳妇的 秦云有些意外地睁开眼睛 眼前的男人双目紧闭 身上却散发着安抚的信息素 心想 皇帝陛下性格真是闷骚 安慰人还这么拐弯抹角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由于作战模式S级别的环境是百分百还原战场 昼夜温差极大 墨舍离生了火堆 秦云裹着一张薄薄的毛毯抱着双腿坐在地上 崇彦安静地趴在他身后 秦云裹紧了自己 脸带疲惫 前几次的训练都是24小时内结束 主要提升他个人能力的攻击和控制 像今天这样培养两人长时间配合的还是第一次 墨舍离边向火堆里丢了根柴壳 边跟秦云讲述挨塔星的信息 看到自家向导抱着腿坐在那里 墨舍离终于忍不住出声 你冷吗 秦云紧了下宝坦说 有点冷 过来 墨舍离扯开最外面的大衣 示意他家向导到他怀里了 秦云这时却害羞浅 然后慢吞吞挪到自家哨兵怀里 墨舍离从背后将人搂紧 与其温和道 你睡吧 我来执意 此时秦云已经纷纷欲睡 他下意识往墨舍离怀里钻了钻 嘟囔道 做皇帝很累吗 不轻松 那为什么还要当呢 连这种事都要亲自去做 因为很重要 墨舍离想了想回答道 如果我不去做 就会牺牲更多的人 秦云看着墨舍离恢复了圆形瞳孔的金红色龙眼 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看什么 墨舍离突然转过脑袋望着秦云 没什么 秦云一脸害羞地闭上眼睛 墨舍离将人抱得更紧了点 下巴贴在秦云的头顶 轻声问道 暖和了吗 秦云觉得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慌忙回应 愣愣 睡了 墨舍离低下头亲了下自家媳妇的头顶 睡吧 我的宝贝 上一集的贴贴大家是不是看得很爽啊 觉得不够看的小可爱们评论区告诉 这一集看我们的小云宝如何霸气就服 第二天清晨秦云醒来没看到自家老公 身下垫着墨舍里的外套 身上披着他的外衣 崇云趴在一旁将他整个人圈起来 秦云还在疑惑老公去哪儿啊 崇云突然一张嘴将秦云叼了起来丢到背上 秦云紧紧搂着他的脖子 巨大的飞龙张开一尺瞬间冲上高空 吓得秦云在半空中嗷嗷大叫 我操 我没骑过龙啊 崇云载着秦云穿梭于森林上空 突然远处林中鸟群呼啦啦被惊动了一群 秦云低头 就看见一个飞影在树枝间快速地穿梭移动 西照 秦云激动出声 让崇云飞向墨舍里 身后突然窜出一只类似于的带翅膀生物 张开血盆大口向秦云咬血 幸好关键时刻崇云一套神龙百尾将他狠狠抽飞 我操 这是什么 会飞吗 秦云被吓了一挺 墨舍里抽出龙林 一个清月 刷得将他切成两半 飞鱼虎 不会飞 但能跳得很高 落地后对着秦云喊道 你注意崇云飞的高度 不要太贴近我 秦云被崇云带着飞高了 但他的思维触手无法伸那么长 墨舍里的速度相比昨天慢了很多 连续高强度的作战不可能不疲累 两人正说话间 又有一群飞鱼虎跳了上来 墨舍里正想反击还是腕力 一只飞鱼虎猛地咬住了他的右手 顿时鲜血喷涌而出 西照 秦云紧张地大叫出声 眼里担忧的情绪都要溢出来了 为了救老公 秦云这回也不管不过了 只见他颤巍巍地站起来 双手用精神力迎接出一把大弓 以前一次都没成行过的弓箭 如今却完美地出现在眼前 秦云满脸冷速张开弓弦 准确无误地射穿所有靠近墨舍里的飞鱼虎 只一瞬间 几乎将底下的飞鱼虎团灭 墨舍里此时终于能停下泄口气 他转头看向秦云 却发现秦云双眼无神 脸色发白 双手几乎血肉模糊 够了秦云 墨舍里从背后拥抱住了他 秦云喘着气 他看着自己的手 有些尖色道 没有见了 地势里为什么堵着 出不来 看着我 秦云 墨舍里捧着自己向导的脸 他贴着对方的唇 你干得很好 秦云闭上眼 他能感觉到墨舍里风云饱满的信息所 安抚着自己近乎干涸的精神力 在长久温柔的亲吻中 他终于抵不住袭来的困难 最后昏睡过去 墨舍里抱着怀里已经熟睡的秦云 年轻的哨兵一脸心疼地看着自家向导 此时光屏突然亮起 斯塔特的全息影像出现在通讯医生 陛下 已经过了72小时了 柏林夫人正在您的书房 墨舍里抱着秦云退出训练室 他的眼神没离开过怀里的向导 帮我叫个向导医师 好好照顾他 墨舍里和秦云才刚结束特训 柏林这个老女人又来找茬子了 只见他闲适地坐在墨舍里面前品察 并没有任何面对上位者的敬畏 嘴上关心着皇帝和他的小向导 实际一心想试探出秦云的真实身份 墨舍里只冷淡地看着他 我记得夫人在我儿室曾教导我 永远不要相信空穴来风 柏林健壮又要给皇帝陛下拉屁 让墨舍里参加下个月高级向导的毕业典 墨舍里不动声色 表示自己已经约好跟亚瑟公爵去收敛 没空搭理 几番拒绝下老女人终于忍不住 直接就想要陛下将小向导交到他手里 他的话没讲完 对面的皇帝瞬间爆发出强大的压迫信息 迫使他再也讲不出后半段 天色已经晚了 夫人 皇帝站起身 冰冷的眼神直刺向面前的首相大人 为了您的人身安全 还是早些回去比较好 说完关上门 独留柏林在书房内 没想到老女人还不死心 见墨舍里布得这么紧 更是加强了她要除掉秦云的决心 不惜动用埋在皇宫多年的内建 来打探秦云的信息 小编此时只想对她比出第三根手指 差人CP 天打雷劈 你终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老女人 秦云模糊间醒来 感觉有双毛茸茸的小手遮住她的眼睛 睁开眼便看见元宝的大圆脸 林栋梁和斯卡特站在病床旁 温和地看向她 秦云当然认识帝国的将军和国务大臣 他下意识想要下床敬礼 猛然间看到自己被包扎得像两只猪蹄一样的手 秦云顿时尴尬极了 林栋梁温柔笑了笑 让她无序拒紧 秦云转头看到病床旁一条帝王鳄直直盯着她 吓得不敢出声 将军的精神梯果然好可怕 感觉要被吃掉了 元宝更是吓得飞奔向自家主人 结果半空中就被帝王鳄咬在嘴里 秦云不禁伸出耳抗手 此时的小云宝真的好傻好可爱 一番打闹后 林栋梁和斯卡特准备告辞她 临走前还不忘调侃秦云 说是陛下一会儿就来陪她 秦云的脸顿时烧起来 不自觉的心跳加速 没想到一觉过去便到了深夜 秦云迷糊中感觉有人抚摸着她的头顶 西照 秦云迷迷糊糊的嘟呐 墨舍里钻进被窝抱紧她 我在这儿 再睡一会儿吧 秦云无了一声 她困得眼睛都睁不开 有些不确定地问了句 重验在床上吗 墨舍里看了眼 趴在床尾表情无辜的巨龙说 她在 怪不得 秦云南南说 我还在想你是不是该减肥了呢 墨舍里无语望着怀里的想象头 能怎么办 自家老婆只能处着呗 善于脑补的陛下 疯狂索要老婆 宰宰纯洁地围观了全过程 秦云经历了上次战斗之后 才短短数天 就已经能熟练地用精神力凝结出武器 并且拥有很高的控制力 墨舍里正想要带老婆去检查一下 秦云兴奋地表示 感觉自己更强了 拉着墨舍里的手 就要去挑战高难度的训练场 而暖心的墨舍里 考虑到老婆手伤才好没多久 练习强度过高 会对手造成负担 不选择低级训练场 可惜我们的小晕宝 此时还是个木头脑袋 完全体验不到自家老公的关心 竟还对齐对方 是练习怎么打小朋友吗 墨舍里满头黑线 直接身体力行地 给自家向导上了一课配合练习 结束后 秦云羞红着脸躺在地上 双手揪住自己的衣领 感叹到老公太猛了 墨舍里将老婆揽进怀里 问她知道什么事配合了吗 秦云秒变大红脸 这皇帝陛下 公然在野外上课 说出来估计都没人信 关键是重演小仔仔 在旁边纯洁地围观了全过程 秦云觉得自己的节操碎了一地 打到过后 墨舍里抱着秦云 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 再过几天就要去挨塔星了 你如果反悔了 我不会勉强 墨舍里看着秦云突然道 秦云惊讶 为什么要反悔 你不想我陪你去 这也许要比你想的危险得多 那我更要去啊 秦云极了 看着老婆一脸激动的样子 心想她一定是因为担心 我才要跟着去的 结果今天依然是执着于 在五环买房的秦云 只见她双拳紧握 也冒金光 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表示 这么危险的任务奖励金 一定不会少 离我在五环买房的目标 又前进了一大步 丝毫没察觉到 身后老公已经处在爆发边缘 话音高落 就感觉一只大手 突然落在自己肩上 随后耳边音森森传来一句 再练习一会配合吧 接着就被默舍离 她在地上继续练习 至于练习的过程 小编就不多说了 另一边 柏林夫人通过埋在皇宫多年的棋子 探查到秦云的真实身份 在得知秦云是个低级向导时 整个人都黑话了 竟然联合奥林匹斯的人 设计谋害秦云 老女人又要搞事情了 大家觉得她会奸计得逞吗 评论区告诉我 哈喽 各位小可爱们 钟晴又回来跟大家见面了 上回说到两人即将前往爱塔兴 热闹的星空港口下 各色飞船往来路一步 秦云和默舍离坐在港口的等候区 我们灯下午两点的商店 叫卤了 卤了的淡淡 默舍离眼带不屑的说 你不用找 到时候一眼就能认出来 你和舰长很熟吗 没人想和他说 秦云疑惑的看着自家哨逼 默舍离眼色阴沉的 那傻逼总能无时无刻都让你觉得丢脸 话音刚落 顶头的广播声响起 欢迎来到首都星岛 卤了个蛋蛋 脑子取得这么好的名字 每次都要问问问 还他妈记不住 秦云汗颜 总算明白默舍离说的 不用找是什么意思 全消是个典型的东方美 肩宽细腰 长发砸成鞭子 垂在脑画 以带调笑 呦 默舍离 小娘泡呢 她没跟来 默舍离无语 她跟来干什么 跟你打嘴仗 身后的秦云探出口 有点不好意思的挥了挥手 四哈喽 两人一进门 就看见一尊黄金座的观光像 老规矩啊 拜三拜上炷香才能进去 全消抬了台下八道 默舍离已经不想吐槽了 地旁的秦云 却被这神仓作雷在荡场 瞬间有种射死的感觉 最后呆蒙秦云乖乖拿上 三炷香拜了温功 却瞥见自家老公没有动 疑惑问他 你不拜 默舍离翻了个白眼 你顺便也帮我拜 我这次带的兵器不多 你怎么没带龙铃 不趁手 龙铃目标太明显 容易被认识 那倒是 毕竟我的这些兄弟 也不知道你的身份 这把看起来不错呀 怎么这么重 这把剑将近四十公斤 你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知道 不对呀 龙铃剑可有五十公斤重 他是个向导 你以为 他身上有哨兵的味道 我以为是你的敬畏呢 等等 他身上的信心素是你的 啊 哇 说好谁先脱胎谁是狗呢 你个叛徒 谁能想到 刚登上飞船的皇帝陛下 想的不是去研究任务资料 而是要带着老婆孩子 去看一场浪漫的流星雨 秦云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被墨舍里 换上了全套宇航服 这是他第一次 在太空中飞行 秦云紧张地抱住墨舍里 稳 稳住我呀 你在撒什么娇 等下去拖了氧气照再亲 墨舍里脸带温柔地 看着自家呆萌老 他握住秦云的双手 慢慢将他放下 跑跑看 墨舍里牵动绳索 他拉出一点距离 示意秦云自己站稳 秦云看着自己悬空的脚 一脸不可思议又惊喜的表情 玩了一会儿 他兴奋地跑回去 让墨舍里也去玩会儿 皇帝陛下淡淡调了呆萌老婆一眼 说 不用 我不爱被溜着玩 精神体不受重力的影响 崇燕撒欢着在太空里到处乱飞 秦云学着墨舍里的动作 平躺在太空里 他的头顶星河撞了 比当初在塞浦洛斯星河看到的还要努 这里离大气层也不远 你想骑龙回去吗 墨舍里突然出声道 可以吗 秦云兴奋地直起身 接着动作笨拙地攀上龙背 拍了拍前面的位置 一脸得意地表示我待你 墨舍里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家的傻向道 吴宇说道 你给我坐前面去 小秦驴骑在威风铃里的虚荣身上 穿梭于一个又一个的云层间 就在穿透一个巨大云团后 秦云的眼前突然间出现了大片炫暗的流星雾 拖长的星尾如燃烧的火焰划破天际 照亮了整个夜空 秦云正大了 被眼前的美景惊艳到无怀 爱神的注重 帝都最佳的关心点 就在下面的赛武寺 墨舍里抱着自家向导 淡淡几时 秦云终于回过神来 他表情处杂地看着皇帝丽子 你知道今天会有流行 只见墨舍里竟有些便宜的证明 假装凶巴巴地喊道 闭嘴 看你的星星 秦云黑黑傻乐了半天 最后还是没忍住问他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 这个位置长了很久 墨舍里瞬间帐篷了脸表示 拒绝回答老婆的问题 与此同时 正在度假的林栋梁和斯卡特 也在观赏这场浪漫流行业 斯卡特饶有意思地提到他们的军事 我看了陛下的行程 他做了观赏流行业攻略 不出意外应该是准备带情云去 林栋梁配了 我们陛下的男友力也太高 何止是高 简直慢 我还偷看了他详细的攻略度 从时间表到最佳观赏里 他还打草榜设计场景队 连他的龙都有戏份 真是出个机密任务 都不忘顺便约个回 那陈霄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 陈霄下的剧本 就是一只超级大的电灯泡 从帝国到埃塔兴 总共有13条航线 其中最大的中转站修罗门 一天能停靠近千艘的商舰队伍 陈霄让手下阿里带着秦云他们 潜入其中一艘商舰前往埃塔兴 阿里是个长相有点凶狠的光头状态 另还有一对双胞胎小胸 秦云看着他们不禁感叹这世道 怎么连小孩子也要出来混饭吃了 阿里看出秦云的疑惑 于是解释道 内阁和奥林匹斯一样推崇神机统治 强化高级 淘汰烈的 这两小孩是低级哨兵和向导 本身又是平民不出身 能饿不死自己就算好了 秦云有点心情低落 回想自己当初要不是养母收养 估计跟现在这两小孩差不多了 推崇神机统治的只是内阁的主张 不是皇室 权力高度集中只会诞生畸形的政权型 墨舍里淡淡回忆 可是皇帝太过于年轻 新政也没多久 又如何与内阁抗抗 不是只有皇帝一人抗抗 只要那条路是正确的 终会有无数的人走上这条路 画面一转几人走到目标飞船 双胞胎的哥哥觉得这飞船跟上次的看着不一样 弟弟却坚持认为就是这件 不知为何 墨舍里心里一应有种不祥的预论 几人从天花板上的通风口前列 墨舍里第一个跳下来 他转身要去接晴云 结果一个背包掉到他手里 接着晴云跳下来 完美落地 墨舍里气恼地把背包甩给不懂风情的老 晴云一脸猛 自家老公咋逼又生气了 阿里三人负责去偷路线图 让晴云他们再次等待 随后两人分开查看飞船环境 晴云发现了几个带了危险标志的鱼金箱子 打开一看竟然是围镜品向导机发紧 身旁的仓库门突然打开 晴云望进去 你在干什么 我刚找到地图 怎么叫你都不当 别心别过 别看 学长 这是什么 你别看 学长还有没有 不能放掉一个 全部毁掉 大多数只是眼睛有点像而已 这不像并没有能做到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 也许未来在战场上 我会遇到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克隆体 再捕出别的少兵 别开玩笑了 是独一无二的 是属于我的 就凭奥林匹斯居然敢搞出你的克隆体 我就恨不得杀了这所制造的所有人 学长 学长 我甚至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拿你的机 只有你的精神离仇言才不排斥 只有你能靠近我 如果我却连自己相当的基因被克隆了都不知道 冷静点 激热 只是长得有些像而已 也许根本不是我的基因啊 我就是我 没有人可以复制的 墨设里已经察觉到不对劲 他要求秦云立即跟着阿里返回 那你呢 秦云焦急地看着资家老公 我留下来毁了这艘商店 不行 这太危险了 秦云对墨设里的担心不比他少 阿里冲进来表示战况不妙 要大家赶紧离开 另一边双胞胎小兄弟已经干掉了一波敌人 他们也发现了不对劲 这艘所谓的商舰 光是哨兵就有上千个 还没加上向导的数量 而且刚接到消息 他们堵了修罗门的所有离港口 明显就是冲着他们来 陈骁已经驾驶飞船过来接应 但最多只能支撑十分钟 十分钟够了 墨设里转身面向冲过来的敌人 你们保护好他 交代完阿里他们 墨设里毫不犹豫冲了上去 说说残倒力 阿里三人被墨设里可怕的战斗力经典 忙问秦云他到底是谁 秦云心里覆悔说出来吓死 陈骁的飞船终于抵 缓缓降落 杀出重围的几人立马冲上去 秦云刚踏上飞船 舱门却突然关闭 他回身看向墨设里 大叫着等等 还有人没上来 墨设里却平静地看着他 你跟他们先走 我回去炸了那艘航舰 秦云当即表示一起去 崇燕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庞大的身躯挡住了出口 崇燕 秦云立马意识到了什么 他捧起崇燕往外推 可是人的力量怎么比得过去 这间舱门快要合上时 崇燕才缓缓飞离 眼中近视不舍 最终舱门关闭 秦云懊恼地敲击舱门 心情沉重地坐在了地上 自家哨兵在前线战斗 作为他的专属向导 怎么可能安心待在后方 啥事都不干 秦云没有理会墨设里的叮嘱 自己找了个飞行器 就要去找墨设里 沉潇气急 你疯了吗 墨设里完全可以一个人搞定回来 你过去只能拖后腿懂吗 我不会拖后腿 秦云一脸坚定 我是他的向导 我有权待在他身边 你就不能乖乖等他回来了 你要我用怎样的心情等他 我的哨兵在前线战斗 我看不见 听不见 甚至连感觉都感觉不到 我并不想用这样的心情等他回来 你明白吗 另一边 之前的商剑已经被墨设里毁大了 他将敌方向导抓在空中 盘问他那些克隆基因是从哪弄到 那个向导早已被墨设里的信息诉计的浑身贪忍 面红耳赤 我不知道 我们只是负责运送货物到哀塔星 墨设里见问不出什么 直接将人甩到地上 敌方向导受不了身上的发情问 跪下哀求皇帝避嫌 墨设里不懈地看着他 高级2S又怎么样 你连我向导的一根头发丝也比不上 标记你 凭什么 陈霄带着秦云抵达 下飞行器前先让秦云等下 他先去探路 秦云不禁吐槽本来自己就没让他跟来 陈霄无奈表示 要是让他一个人来出了事 他有十个脑袋都不够墨设里看 两人前进路上发现一堆像导趴在地上 身上都不由自主出现结合热状 不用想就知道都是墨设里这大行星走春药引发的 陈霄此时却调侃起秦云 你老公这么猛 但你现在好端端的 到底是你体力太好 还是墨设里不行啊 墨设里的信息素实在太强 所以他有个绰号叫移动的春药 但他又是神级 没有可以跟他匹配的像导 于是后来他变成移动的毒药 不过现在有你了 陈霄貌似与众心肠拍得下秦云 百分百匹配的像导和少兵根本控制不住结合热 除非像导自身能力报表可以抵抗住少兵的信息素 但墨设里已经是神级 接着陈霄壮四了解式的灰灰手 墨设里怎么看都很强啊 你得注意点 别太拼了 秦云泪流满面 一个是皇帝陛下的性能力 一个是自己的清白 这简直是世界上最难的选择题 另一边 墨设里已经一路杀到主控室 他按下自毁按你 接着破窗跳出 落到崇云的龙背上 西照 这边 秦云大力朝他挥手 来不及了 墨设里大守护住秦云的脑袋 崇云张开巨大双翼 将两人附在身下 接着身后响起巨大的爆炸声 那艘运在了秦云克龙体的伤箭 已毁于火光之中 由于离爆炸太近 体质较弱的向导 被封得一阵耳末 墨设里不停在耳边呼唤他 不一会儿 缓过来的秦云终于听清 自家老公说什么 他立马装傻 表示听不见 墨设里立即凶巴巴吼 让秦云赶紧滚回去 秦云拼命捂住双耳 不要 听不见 墨设里见老婆不听话 又想顾忌虫是把崇云喊过来 怎料秦云早留了一日 只见他掏出根贴满水分的 猛地扔向远处 崇云 给我捡回来 巨龙立马蹦跌着追了出去 不许扔 你当他是狗吗 墨设里简直要被老婆气的原地挑起 接着便看到咬着骨头的巨龙 一脸方块的哒哒哒跑 巨龙轻力地蹭蹭妈妈 想要再来一次 不得不说崇云你很有当啊哈的前置 墨设里咬牙 你这么想死 秦云一听脾气也上来了 不就是陪葬吗 谁怕谁啊 墨设里气得不行 你倒学会顶嘴了 那么想被打屁股吗 秦云当然说不出来呀来呀来打我屁股的话 他摆明了一副打死都不回去的态度 而陈霄静一脸淡定坐在一旁看两人吃瓜 等两人吵完 陈霄问墨设里 怎么商剑里出现这么多哨兵和向导 那艘商剑上运载了秦云的克隆体 陈霄对这个答案感到极度惊诚 但已经被我毁了 我烧了所有克隆体 顺便还把那艘剑给炸了 三人伸手利落地一路突围 陈霄遇到个身材娇小的哨兵 正想上前 就发现自己被一股精神力束 附近有向导 陈霄以为自己要中招 却见面前的哨兵怕一下被秦云的精神力拍毁 帽子脱落露出哨兵的真面目 这竟然是个长相非常漂亮的女哨兵 撤掉你的意识攻击 秦云朝着一侧方向冷声喊道 如果不想你的哨兵精神崩溃的话 埃塔心上的鸟类人 拥有极高的精神力 奥林匹斯私下进行原体实验 竟然让这些畜生和人类向导和哨兵杂交 出生的80%都是高级向导 剩下那20% 却都是人不人鸟不鸟的怪物 他们表面以保护埃塔心为由 每三个月驻派哨兵向导 派去的向导哨兵数量不多 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外界诸误 奥林匹斯为了所谓的神奇 真的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小姐姐诉说让人窒息的真相 默设里答应帮助他们脱离奥林匹斯 接下来众人驾驶飞船直接奔向埃塔心 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成功突破重围抵达埃塔心心域 驾驶舱内一阵欢呼 默设里点了点自己的嘴巴 示意秦云给个爱的贴贴 秦云顿时羞红了脸 还是拗不过强势老公 温柔俯下伸来了个鼓励的贴贴 经过一整夜的修整 第二天默设里和秦云偷偷潜入埃塔心 茂密的丛林内 两人小心翼翼前行 突然一只长相极其怪异的类人生物跳到树干 是杂交失败体 秦云一把抓紧默设 后者似是感受到自家老婆的难过情绪 他捂住秦云双眼 不要看 你没有办法救所有人 两人经过一番商量 最终决定兵分两路 默设里去拿神迹基因 而秦云 他想去培育杂交体的地理 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 默设里看出秦云是受到刚才看到的那个失败体的影响 于是答应让他孤身一人前往 遇到危险不要硬听 等着我来接你 哨兵不舍地叮嘱道 却不知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 秦云顺利潜入敌方基地 并使用精神力控制一名哨兵 获得相关信息 他假扮成一名送饭的士兵 而目的地正是实验体的培育室 另一边 默设里偶遇基因学教授克里斯 这位教授是个地道的老实人 不想作违背人性道德的事情 正要跟奥林匹斯提出辞职 就遇上默设里 霹里啪啦把自己知道的全交代了 最后却说 奥林匹斯压根没有神迹基因 对外的说辞都是忽悠人的 秦云已经顺利抵达杂交实验的培育室 就见一帮哨兵强行将一名瘦弱的男子 绑在实验台上 满嘴无言碎语 那男子拼命挣扎 善良的秦云哪里看得下去这种弃人的场 他当即发动精神力 瞬间将在场的哨兵都催昏过去 接着贴心地脱下外套 劈到男子身上 突变就发生在这一刻 秦云感觉到肩胛骨传来一阵距离 他猛地甩开那男子 原来竟是这人凝结精神力滑伤了秦云的手臂 秦云大惊 目光不定望着他 红一时间 坐过精神标记的末射里 突然脸色苍白地捂住自己的手臂 心里大害 糟了 秦云出事了 后问你一次 你的哨兵在哪 我可以告诉你 他只能你一个人听 别耍什么花样 不过是一个低级巷刀 我杀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 他在 什么 小月 去飞船 秦云 醒醒 秦云 卡里斯 卡里斯 等等 等等 我第一次驾驶没船 我驾驶都是给我切的 天哪 他到底用了多少激发剂啊 激发剂 我得检测一下他的精神力状态 怎么样 仪器检测需要时间 你别催啊 再说 你们应该最终标记过了吧 他情况怎么样 你感应不到吗 闭嘴 闭嘴 你脾气真差 想到平时一定太蠢了 你了 你了 我才 你别紧张 我患什么事 是 吸气素怎么没用 会吧 你脖子上的针牙是什么 没什么 我被打了一只剂 一只剂 我没事 我对劲 我真的没什么 崇晏呢 他就在你的脚边 你看不到我 秦云 你注意起来 嗯 学长 我这是 在医院 是啊 你回地都后就一直昏迷着 这都三天了 哦 身体感觉怎么样 没什么感觉 你真是太乱来了 打那么多激发剂 也不怕出事 给 当时没想那么多 反正也要失去向导能力了 干脆最后拼一把 我回来后 发生什么事了吗 帝国和埃塔兴开战了 拿起来了 昨天埃塔兴得到了增援 作为陛下亲自去战场 接替斯卡特将军了 不是他不想陪你 哦 你不用告诉我这些 我这不是怕你想他 又不好意思问吗 西找他亲自去了战场 这张狂没那么乐观 室王辽婆 你先干嘛 奇怪 那阁的人来这儿干嘛 人家不愿意 笑吗 恭喜出院 秦相导 您看起来气色不错 首相大人 你好 托您的福 我们正准备走 我们正准备走 祭司唐纳将军 且慢 首相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埃塔兴的事 还有很多没有解释清楚 请秦相导 务必跟我们走一趟吧 休想 动手 是 西少 陛下 陛下刚从前线回来 怎么不去休息呢 彻底交给我就可以了 首相大人 正好你在场 我就宣布一件事 未来 这个男人会享有 帝国一半的主权 西少 什么 通俗点说就是 我会和他结婚 接回斯卡特后 林栋梁第一时间 与末社里通话 人没事就好 末社里批准了 一周的假期给他 让他好好陪下斯卡特 顺便说了下 自己要结婚了 让林栋梁帮忙 想一下婚礼怎么弄 斯卡特洗完澡出来 就看到呆呆 站在原地的爱人 陛下和我说 他要结婚了 林栋梁明显还没反应过来 斯卡特却一副 早该如此的表情 秦云是被 末社里一路抱红 他感觉自己的结操碎了一地 只要一想到当时周围人们的表情 就恨不得把自个的头埋进地里 瘦了 你有好好吃饭吗 嗯 秦云小心翼翼开口 那个 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才那么说的 你放心 我不会误会 你以为我是为了救你 末社里阴沉着脸望着怀里的人 秦云害年 要不然呢 末社里刷得将人压倒在沙发上 愤怒的大声吼道 我他妈不爱你干嘛要和你结婚 你是不是傻 冷 冷静点 我们好 好好谈 谈个屁 回答呢 末社里气得咬牙切齿 秦云赶刚点头 我答应了 结婚 结婚 谁关心这个了 你敢不和我结婚 那你关心什么 末社里猛的伸手狠狠地掐着秦云的下巴 他表情猙獰的一字一顿道 说你爱我 陈霄被末社里找回来当外交部长 我刚回来就跟内阁那帮老家伙碰面 有一说一 他们对我这个空降的外交主席意见很大 更不要说陛下你选的这个皇后还是平民接近 虽然他们不敢公然违抗你的决定 但是私底下动作肯定少不了 陈霄建议末社里找点水军去宇宙八一八制造舆论 或者发点他和秦云的生活影像 末社里一脸不理解 为什么我老婆要给别人看 陈霄壮四无一般提起 我记得你老婆还是低级向导师 一天跟上千个哨兵同吃同住 说不定还一起洗过 话没讲完就看到皇帝陛下的怒火直冲向天际 陈霄立马大声转口 秦云只跟您同吃同住一起洗澡 把求生欲拉满和陈霄通讯完后 便看到秦云拿出工具箱 手里再贴一只钻石戒指 末社里将戒指拿过 戴在自己手上 却发现尺寸明显大了很多 秦云尴尬地解释 我想给崇燕做一个 末社里脸色难看的咆哮道 可你结婚的人是我 你给那个傻逼龙做个屁啊 然后用力将戒指甩回去 秦云顶着满头汗转身表示立马重作也 秦云重新把纸环大小改了一遍 最后造型成了细细的圆圈 上面顶了个滑稽的硕大的地 末社里不耐烦表示 你来求婚 要单膝跪地 秦云想算了 你求一次我求一次倒也公平 他跪在地上 给末社里小心翼地戴上了戒指 请 话还没说就被对方捅住 末社里弯腰重重地堵住他的嘴 我答应你 皇帝贴着对方的唇半嘟囔挡 我还什么都没说 闭嘴 那个 我现在没信息诉了 我知道你现在接受不到信息诉 对方突然开口道 以前亲你也不是因为信息诉 末社里亲了亲他的眼睛 回答道 因为想闻你 所以才会闻你 秦云回家收拾行李 准备正式入住皇宫 他本想自己打包 可老管家巴金坚决不同意 结果一个上午茶的工夫 巴金就差不多收拾妥灯 整理书籍的时候 恰好一封信件掉出来 秦云阁下 这是您遗漏的信件吗 信件是密封的 还没打开过 上面是必思的自己 秦云记得自己决定去向岛军 不时和必思吵架 那时候年轻气盛 连俘个软都好像自己输了事 他知道必思给自己留了话 却不想理会 直到被遗忘了这么久 今日才又被他重新拾起 另一边的皇宫里 崇燕不知从哪弄来两个中国节 他把中国节分别带在自己的两个龙脚上 不停地晃脑袋向墨社里显摆 墨社里额上爆出了根青筋 吵死了 你以为你挂两个中国节就是中国风 不要丢脸了崇 你就算在美他现在也看不见 崇燕顿时两眼内汪汪 随即咬着墨社里的披肩嗷嗷大哭起来 大滴大滴的泪水瞬间将披肩晕 等到秦云回来了 墨社里招手示意他过去 秦云一眼就注意到湿掉的披风 你又骂崇燕了 墨社里把人拉近 成天不是卖萌就是哭 就你还把他当快跑 崇个屁啊 晚上亚瑟要来吃饭 他的向导回来了 秦云惊讶 沈卓凡回去了 墨社里把人抱住 我可没告诉过你什么权名 你是不是该解释下 这是什么情况 这其实是个很长的故事 墨社里沉默地看了下怀里的人 接着突然俯下 身自然地来了个贴帖 算了 先轻了再说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听 这次的贴帖跟以往的好不一样 秦云只觉得皇帝陛下的舌头在 分开后秦云感觉快窒息了 整个人贪婪在墨社里的怀里 喘着气问 你 你哪学的这个 傲娇的皇帝陛下才不会告诉他 自己可是提前做了功课 比如学习了关于如何接吻的一百种方法 来自毕丝妈妈的信 小云宝 你一直是我温柔又勇敢的小男子 我还记得 那么小的你 待在我怀里 不哭也不能 好像一夜之间 你就承担我 可以照顾我 也可以帮我照顾马全了 对不起 我之前不敢和你闹脾气 还这么久都没和你联系 虽然你总是学不会骑马 照顾他们 却格外认真 还记得你八岁前的那匹小白马吗 他老是跟着 又乖又听话 小白马 我怎么没有印象 我总是担心 你离开我身边会有危险 但我忘了 你已经长大了 其实 并不是你离不开我 而是我离不开你 你就像那些 奔跑在牧场的眷里 勇敢 无畏 却又温柔 总有一天 你会离开我的牧场 奔向更大的我 我只是舍不得 舍不得你长大 舍不得你离开 我甚至担心 你会遍体鳞伤 无法被我的羽衣保护 我求了 你本就不需 获得保护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不用担心我 你是上帝的慈悲 是我的骄傲 我温柔勇敢的小男子 不要惧怕失败与痛苦 我 会永远 你的必死 亚瑟在城堡里找了一圈 并没有找到人 他的残暴师跟在身边 管家恰好看到主人交集的样子 主人您是在找沈先生吗 您不如到诗群那边看看 满是繁星的夜幕下 诗群三三两两的围成一圈 沈卓凡睡在一只公尸的肚子上 怀里抱着圆滚滚的田心 他示意精神体雄师先退下 然后弯腰将人横抱起来 田心顺势跳到亚瑟的肩头 公爵城的飞船正在帝都上空平稳穿梭 沈卓凡悠悠心转过来 干嘛不叫醒我呀 他看了眼自己身上的劳作服 语气里带点小难愿 亚瑟轻轻碰了下恋人的头发 不舍得 沈卓凡小脸微红 你不要以为嘴甜点就没事 说着却捧起男人的脸就眯了一下 沈卓凡这才注意到田心趴在亚瑟的肩上 把一头火红的长发缠乱 田心 不要乱钻人家头发 被主人吼了一嗓子的田心飞速开溜 沈卓凡以手为书 一下一下慢慢理顺 没有梳子 就这么将就下巴 亚瑟没有动 他专注地看着沈卓凡的指尖划过自己的头发 梁九在恋人头顶上悄悄落下一门 飞船很快便抵达皇宫 秦云看到沈卓凡的时候一时半会差点没认出 他想了半天形容词 最后也只憋了句 你打算来吃饭还是来干活呢 沈卓凡翻了个白眼 放心 事不求你 晚餐准备得非常丰富 可平时精神饱满的人却一脸困倦的吃不下 亚瑟举着一块兔肉 几乎是哄着让人吃几口 对面的墨舍里也想效仿公爵大人 亲手喂小娇气吃饭 秦云则是满脸担忧地看向小伙伴 你是不是瘦了 脸色也不好 沈卓凡着亚瑟送到嘴边的食物板白首 失忆自己吃不下了 接着又开始打瞌睡 最近睡得有点晚 秦云有点担心 我带你去睡会儿吧 醒来饿了再吃 亚瑟吻了吻他的面颊 去睡吧 等下我来接你 两个小巷岛离开后 只剩一对死对头沉默无声 怎么把人养成这样 你虐待了 亚瑟指了指自己的太阳血 我想起来了 墨舍里惊讶 他给你解开的意识催眠 亚瑟的样子似乎并不想多说 他只问了句 神级向导真的在奥林匹斯吗 墨舍里沉默了许久 他才冷淡道 我不知道 我很感谢你愿意出兵 给内阁施压释放斯卡特 亚瑟没有看他 这不是我做的 是卓凡想要帮你们 你的向导和他的情况一样 你难道不想他恢复 我当然希望秦云可以复原 但不论崔斯塔纳还是灵动娘 结果却都是失败 只有神级才能彻底治愈脑神经 你想和一个完全没有向导能力的向导结婚 内阁和奥林匹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沈卓凡躺在床上 有一搭没一搭的和秦云聊着天 我担心他对你不好 秦云唠唠唠 你看你还让他忘了 这简直是变相抛弃吗 沈卓凡受不了的掀了掀眼皮 拜托我那时候和你现在一样 保一个就保一个 那你怎么这阵子把自己搞成这样 一言难尽 沈卓凡叹了口气 吞吞吐吐道 我把亚斯的意识催眠给解 这玩意儿还能解 能 沈卓凡一脸淡定 睡一觉就可以了 你别和我说你是纵欲纵成这样的 真要这样就好 沈卓凡皱着你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秦云怎么也没办法把加西亚公爵想象成牡丹 他觉得凶狠的公爵大人更像一朵诗人花 你和陛下怎么没 怎么可能 我连结合热都没有 秦云有点不好意思挠挠头 没做过就好 不会成我这样 沈卓凡苦笑 我之前吓得催眠暗示示范 但你也知道我没有向导能力 无法产生真正的结合热 过程中差点没承受得住亚斯的精神力 彻底崩溃 我以前没觉得失去向导能力有多么恐怕 只要能活下去就好 沈卓凡闭上瘾 他有些尖锁道 然而现在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要还是个向导 该多好 崇雁趴在地上 看着秦云给他贴一只大的水钻枕头 他不停轻蹭秦云的脑袋 可惜却没得到什么回应 墨舍里抬头看了看一龙一人 秦云突然抬起头 回身望向墨舍里 你在看什么 我 我想问问他喜不喜欢 他正抱着你 墨舍里伸出手指着 他的头在那 翅膀在这儿 尾巴在这里 在秦云看不见的空间中 只见崇雁低垂着脑袋 小心翼翼地张开拒翼 将自己的向导抱在怀中 皇帝陛下撑着脑袋 语气温柔地说 他正抱着你 因为我也想抱你 因为自家向导的经历相似 亚瑟和墨舍里 倒是培养出了一种 惺惺相惜的默契感 最近一直相约去狩猎 好发泄下狂躁的情绪 所以我一个有向导做疏导的人 为什么要和你们来啊 倒霉的斯卡特 成了撞枪口上的男人 你说林栋梁 你们做最终标记了 公爵大人轻蔑一笑 斯卡特被噎了下 还没 但那是因为我拒绝 搞得好像你有影 我谈恋爱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亚瑟邪腻了一眼默舍 默舍里冷冷地鄙视道 有屁股 之前不照样被人甩 果然皇帝陛下 任何时候都是最拽的内衣 没一会儿 三个帝国的顶级哨兵 就解决了恩投兰艳杀 亚瑟和斯卡特 准备搞个篝火烤肉吃 默舍里却一脸不解 你们营养剂难道还要烧着吃 立马收到两个明晃晃的白眼 为什么会有向导要你 亚瑟熟练地将一块处理好的肉块切片 他做这些的时候 完全不觉得有一点委屈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 洋洋得意的糕壁 默舍里有些莫名其妙 你府里好像没穷到用不起厨子吧 你懂什么 知道什么叫二十四校好老公吗 当然斯卡特也不甘示弱 年轻的将军居然还带了 秘制战将在身上 他将放了战将的烤肉递给默舍里 默舍里看着面前色香味俱全的食物 竟一时说不出话 等到亲自沉了下 随着浓厚的香味侵入自己的贝类 皇帝陛下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另一边 秦云得知公爵大人会做饭是惊讶极了 沈卓凡一脸淡定地说 会啊 我记得斯卡特也会 林栋梁承认道 他还会雕花和拼盘 秘制战将特别好吃 其实如果是和平时期 向导和哨兵的家庭一向都是前者主外 后者主内的 毕竟脑力劳动还是要更多一点 接着他微笑着看向秦云 你也可以试试看 说不定陛下的手艺也很不错 秦云简直不敢想象 毕竟烧菜这种画风 怎么想跟墨舍里都不是很搭呀 深夜的皇宫里 墨舍里突然提议要做宵夜 秦云才惊觉自己之前 真是想得太天真了 皇帝陛下对二十四孝好老公的追求精神 简直不要太拼 秦云无奈爬起身 你会做菜吗 墨舍里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 这种是不是很简单吗 不一会儿 就见皇帝陛下拉着自家小巷岛奔向祖火 要吃什么 秦云在脑海里找了一圈 终于想到个简单一点 饺子吧 等准备好食材后 墨舍里再次确认不要别的吗 语气里似有遗憾 饺子会不会太简单了点 秦云尽量让自己脸看上去特别真诚 我真的真的超级喜欢吃饺子 墨舍里挑了挑眉 摆出一副真实的 拿你没办法的表情 随即开始喝面感皮子 直到折断了皇宫所有的赶面杖 最后才赶了四张饺子皮 墨舍里的脸色有些难看 我其实擅长别的菜 这个力气没办法控制好 秦云无嘴忍笑 没事 四肢就四肢吧 秦云咬了第一口 发现居然是甜的 墨舍里凑着一张脸表示 这四肢是甜甜蜜蜜 本来还想做恩恩爱的 皇帝有些郁闷的尴尬道 赶面杖都被折断了 秦云说不出话来 他觉得嘴里的下甜的都要化开 顺着嗓子眼一直流到了心里 一个多月后 埃塔兴的战士终于和解花下了句话 自清政以来 帝国君王吃的第一个败仗 还是跌在了奥林匹斯的手上 亚瑟虽然最终倾向了皇室 但斯卡特的军权却被内阁拨斗 陛下还是太年轻了 柏林夫人淡淡道 希望您对婚姻也不要如此草率 免得最终失败 墨舍里却口气平静 我始终记得儿时您对于我的教育 坚持自己的情感与政治立场 这么多年来 我从未让您失望吗 不是吗 另一边 秦云现在每天都会去克里斯那边做检查 对方似乎非常想治好他的脑神经 虽然一直以来效果甚微 克里斯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 都快要成为第一夫人了 你就不能对国家的科研文化有点贡献吗 秦云心赛 我都把自己捐出来让你随便研究了 你还想怎样呢 八经大老远的就在皇宫门口 秦云 表情很是忧愁 陛下今天心情很不好 怎么了 秦云皱着眉 下午又和内阁吵架了 还有挨塔星的战士 打输了总是不好 秦云在花园里找到了皇帝陛下 墨舍里枕着手臂躺在草皮上 太阳刚落山没多久 余晖温柔地覆盖在他的脸上 秦云在一旁看了一会儿 感觉自己仿佛侮辱了童话世界 将要唤醒凶暴的睡美人 刚想说什么就被睡美人扯进了怀里 你没睡着啊 秦云抬头看向抱着自己的君主 墨舍里懒洋洋地开口 检查的结果怎样 还是老样子 秦云有些暗人 克里斯也治不好 墨舍里低下头蹭了蹭对方的头发 我不嫌弃 秦云被他哄得笑出声来 是啦 就是柏林夫人比较嫌弃了 墨舍里却仍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 一下又一下地捉摸着自己向导的头发 我很抱歉 我是个废物 没有保护好你 秦云正想反驳 却被墨舍里紧紧地抱着 听我说完 我并不只是想要唱误 墨舍里的声音低沉而温柔 我爱你 我想和你结婚 秦云默了默 之前那次不是答应了吗 之前那次不算 没有打好草稿 太紧张 不够完美 你每次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钱都要这样吗 哪样 打草稿 写剧本 做攻略 开会或者演讲稿 都由林栋梁父子 墨舍里解释道 只有和你干什么 我才会自己准备 还有后感和日记 我能看看吗 秦云突然兴奋起来 皇帝脸色难叹的别扭 还是不要了 我自己都觉得肉麻的恶心 小巷岛耍赖斑蹭了蹭自家哨兵 稍微看一点点 求你 墨舍里被老婆难得一次的撒娇 弄得很弱而是 最后撞刺一脸 不耐烦地把老婆强行扛上尖头 你害羞什么呀 他在尖头的秦云大笑出声 略计这种东西完全应该表情 多有纪念意 结果刚进到客厅时 就发现有人正等在里 陈霄神情暧昧地冲两人把刀 天还没飞 别这么激烈 秦云动作马里地从墨舍里尖岛上 脸有些红 你怎么来了 我现在可是外交主席 有事当然能来 墨舍里两人 找到了 秦云有些摸不着头脑 找到什么了 陈霄笑着打开全息地图 你的杨努必思 他现居科尔庆草原 要找到他还真是花了我们不少功夫 秦云惊讶地半张开阻 皇帝像是什么都没做一般 故作轻松道 我想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应该希望他也能到头 我提前准备好了几件事 你母亲他喜欢什么 自从得知秦云将要离开一段时间 虫艳每天晚上都吵得不行 哭什么哭 他只是出去几天又不是不回 墨舍里忍无可忍 被翼龙一人夹在中间的秦云 小心翼翼问 我能翻身吗 不会压倒他吧 墨舍里硬邦邦的没好气 又压不死 怕什么 虫艳顿时恼羞唇怒 用力地甩尾刮 结果因为动作太大 他的水钻抱枕被划破了一个口 场面静默三秒钟 接着就看到巨龙的眼眶里 瞬间饮满泪水 下一刻 整个皇宫响彻皇帝暴躁的咆哮声 虫艳你又不活出去哭 不行吧 比你死在床单上 秦云准备着动身要带的东西 墨舍里拖拖拉拉衣不舍 我让陈霄和崔斯塔纳保护你去 他们俩最多路上吵了点 要是打起来你记得多远些 皇帝还在往自己向导的旅行包里塞着东西 你到底给我准备了多少领 不多吧 他看了一眼秦云 记得在丈母娘面前多说我好话 秦云开玩笑 你居然还懂丈母娘这个词 你要是肯叫他婆婆他一定更开心 墨舍里突然捧起秦云的小脸 可惜秦云跟木头脑袋直接把浪漫分为隔绝台 语气莫名 不是有通讯一骂 每天都能见到 墨舍里深吸一口气 有些郁闷地嘀咕了一句 算了 借着一把将人拥进怀中 路上小心 不许不想我 皇家护卫队亲自将秦云送到帝都的港口 陈霄看到秦云的行李时无语望天 陛下 您这是要把整个帝国帮回娘家吗 秦云看了一圈 没看到崔斯塔纳 墨舍里淡淡解释 他俩不敢在我面前吵 另外一个肯定躲得起 小胖娘脸皮薄吗 陈霄张开手 墨舍里翻了个白眼 他只是单纯嫌弃你 圆滚滚的机器人将行李搬上飞船 很快飞船慢慢飞离地 才分开一会儿 秦云就开始想念年人的老公 他立在窗边 突然移到金光上 只见崇燕突然出现在窗边 全身上下贴满了水钻 依稀能看出是龙的身影 巨大的水钻龙飞在飞船的周围 虫艳翻出肚皮面对着秦云 他总是尽量把钻石最多的地方给秦云看 似乎明白只有这样对方才能看得见他 你成了名簿其实的金闪闪流 秦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崔斯塔纳在等陈霄去了驾驶舱后才出现 他脸色不是太好的抽了抽鼻子 为什么和我百分百匹配的哨兵会是他呀 秦云有些同情他 你们的关系 怎么会这么恶劣 崔斯塔纳愤愤的 他二十岁的时候我才十二岁 第一次见面这混蛋就想飙酒 卧槽 我那时候还是个罗莉亚罗莉 如此天真浪漫单纯的罗莉亚 他还是人吗 是人吗 秦云其实挺想帮陈霄变静 人家二十岁也很年轻 百分百匹配奸的吸引根本不是想就能控制得住 算了 不提那个人渣 崔斯塔纳烦躁的板白手 其实这次让你去碧斯那里 陛下也有自己的考 近期那皇室打算动内部 所以要让你远离政治风暴圈 但不排除柏林老妖婆会狗急跳墙找我们麻烦 找我麻烦 怎么找 暗杀绑架 反正你们想到了 内阁也能做到 要不然你以为陛下干嘛要派我和陈霄来保护你 虽然我和那个人渣一直不对跑 但论战斗力 林栋梁和斯卡特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崔斯塔纳居高临下的得意等 放心 老娘一定会让你平安成为王的奶 行云害年 那真是 麻烦你了 墨社里回去后 刷着他那古董级别的钻石刻平板 宇宙八一八上果然出现了水钻龙的图片 墨社里没有理会其他的问题 他披了马甲 红老婆斯卡特看到皇帝回复的那一条差点没笑偏出来 他跟林栋梁戏谑道 大概是以前认为孤独终老的阴影太深 好不容易现在有老婆了 我们陛下还真不是一般的拼命 国务大臣林栋梁却有点头疼 陛下 您表现得越在乎情向道 内阁就越清楚地知道您的软肋在哪 您就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 墨社里头也不担 他的确是我的软肋 但也是我的铠甲 我不会 再让自己犯第二次错误 秦云在船舱底部快要睡着时 听到了传真机的工作声 不一会儿 传真机像不要钱似的花花吐出了三米高纸 卧槽 这信的长度也有点过分了味 北面很冷 注意暴暖 好久没写字了 不怎么好看 不许嫌弃 想了我几次 九次 不对 十一次 受不欠了 和埃塔星的谈判结束了 我怀疑内阁高林匹斯勾结 可惜还没有证据 想动他们 不是那么容易 但还是要夺回斯卡特的兵权 斯卡特现在什么事也不干 天天跟在林栋梁屁股后 敢在我面前凶乱 他减着我腻 崇彦不肯让我拆了他身上的钻石 整天晒太阳 保持金光闪闪 觉得自己好看得要命 都叫你不要太惩了 现在是越来越没规矩 今天巴金做的苹果派 你不在就只能我吃了 我也在去 等你回来 做给你吃 巴金先生的厨房 无论内阁和奥林匹斯怎样 我都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 我以我的生命其实 会给你幸福 爱你 墨水里 其中 伊萨 半夜里 秦云被崔斯塔纳的通讯惊醒 你待在房间里不要出来 也不要发出声音 我等下来接你 秦云瞬间意识到出事了 不一会儿 穿戴整齐的秦云等着敲门声响起 打开门 崔斯塔纳神情严肃 走 去驾驶舱 怎么了 秦云跟在他身后 是内阁的人袭击我们了 飞船上有他们的人 本来以为对方没那么快动手 结果比想象中的沉不住气 两人往前才走了几度 崔斯塔纳的脸色就难看起来 该死 死为妄 是高级向导 他立马撑出精神屏障 我顶着 你快往驾驶舱跑 秦云连一秒都没犹豫 转身撒腿就跑 结果才穿过走了 就迎面和一个向导撞了阵阵 触手才伸到秦云身前就莫名消散 向导的表情有些惊艳 怎么回事 精神攻击竟然没用 秦云二话不说 上手就是一拳将人打晕在地 崔斯塔纳赶过来的时候很是疑惑 他们没有催眠你 你到底做了什么 秦云抓了抓脸 表情诚实 我不知道 好像他们的精神力对我没什么用 怎么可能 你明明已经不是向导 另一边 陈霄正在苦战中 人渣 秦云只听到崔斯塔纳大喊一声人渣 陈霄的脸上瞬间就多了一巴掌的蜜子 随即瞬间将敌人消灭 等敌人的精神体彻底消散 陈霄收起手中的精神力双刀 气得吐息 你做精神力辅助的时候能不能温柔点 每次都拿四围触手甩我巴掌 抛痛的 打一只笨熊还好意思要我帮忙 崔斯塔纳毫不客气的反击道 你行不行啊 陈霄养了啊 你试试 试试就试试 别光嗲嗲 是男人就来 陈霄不理 他看向秦云 你们解决了多少向导 将军解决了一个 我打晕了一个 打晕 陈霄挑了巧眉 你还挺厉害 剩下的向导应该都有哨兵跟着 会比较麻烦 干死他们就行了 没那么多废物 那个 秦云弱弱地举了举手 能给我一把武器吗 这是高能炮 崔斯塔纳拿出一只超大炮子 后座力太强 平时根本不适合向导 不过效果很好 一枪下去哨兵都吃不消 秦云接过轻松地扛在肩膀上 他瞄了瞄对准机 不错 应该没问题 想不到你力气还蛮大的药 我上前线的时候 背的可是二十公斤的医疗包 不过上四十公斤就吃力了 龙铃我就扛不动 龙铃就连普通的哨兵都拿不动 崔斯塔纳翻了个白眼 你以为谁都跟陛下一样变态吗 秦云笑着没有说话 也许在别人眼里 末世里是强大而不可战胜 无坚不摧所向披抹 但在他心里却不是 他的皇帝陛下 孩子气却又奇怪得很浪漫 脾气也许不好 但很会照顾人 嘴硬的可爱别扭起来 却又让人头疼 就算没有了向导能力 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秦云平静道 他的目光沉稳而坚毅 我想要光明正大的 站在他的身边 三人在飞船里大杀四方 由于长时间的使用精神力 崔斯塔纳明显竭力 陈骁出手迅速帮他解决掉面前的敌人 精神力还够吗 崔斯塔纳有点不好意思 杀你的人去 陈骁看了他一会儿 接着将人扯到怀中 低下头给他补充精神力 小编算是明白了 这漫画里的向导 都是靠贴贴来补充精神力的 两人正在交流时 突然轰得一声巨响 秦云有点不好意思看向他了 帮你们解决掉打扰 还要继续吗 将军 一脸的纯凉无耳 陈骁满头飞线 所以这就是我之前 打断你们好事的惩罚了 对了 秦云想想起什么 我刚刚抓到一名向导 他说他叫宝丽 你们认识吗 皇宫里 斯卡特盯着屏幕 看着陈骁传送过来的信息 哟 这可是熟面孔啊 一旁的墨舍里问他 是谁参与了此次袭击 是宝丽 斯卡特肯定导 今年艾弗里欧学院的首席 想给你做思维疏导 却差点自己精神崩溃的美 现在就去内阁吗 墨舍里表情冷漠 一副完全不记得是谁的表情 不 我们不去内阁 既然内阁有权 擅闯国务卿大人的府邸 那么我去趟首相家里 是什么大事 柏林夫人正在院子里喝着澡 她穿着睡衣 头发披散开了 夫人 夫人不好 管家一脸慌了呢 冒冒失失做什么 不懂规矩呢 管家急得大喊粗声 足底的防护罩被强制关闭 柏林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 随着一阵强风飘过 旧箭头顶上空中 帝国的皇家护卫舰正在缓缓降落 帝国的皇家飞行器缓缓降落 墨舍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柏林 日安 夫人 我希望您今天能和我一样 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柏林脸色黑如锅底 根据帝国法案规定 任何人如果危害到陛下 以及王后的人身安全 都将以叛国罪论处 林栋梁放出保丽被俘画面 柏林冷笑了一声 就算保丽是爱福利欧学院的首席 也不能代表内 更何况 他看了一眼墨舍里 情相倒还不是什么王后 我记得 我求婚的时候 夫人你也在场 可内阁到现在都没有承认 陛下 婚姻不是儿媳 您是不是太任性了 墨舍里吃笑了一声 那么你觉得 谁才有权利决定我的婚姻 柏林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却在看到皇帝冰冷的眼神后 没了言语 内阁一向主张等级统治 那么就照你们那套规矩吧 想必你应该听闻过不少 历史上的帝王 为了宠非昏庸暴政的事情 柏林瞬间脸色苍白 立声道 陛下 请注意您的身份 我的身份 墨舍里轻蔑地笑了笑 我的身份是皇帝 是神级少兵 我对你们 包括对这个帝国 都有着绝对的统治帝位 查清是谁指使学院攻击王后飞船 柏林几乎战力不稳 她惊恐地盯着年轻的帝王 我会让内阁看到什么叫等级专政 如果我的王后少了一根汗毛 我都会让整个内阁永远不复存在 当然 内阁也可以尝试挑战我的权威 至于后果 帝国君主冰冷的眼神 直刺向摇摇欲坠的女 可不是你们能够承受得了的 王后的飞船正在等待皇室护卫队的支援 崔斯塔纳难得平静地跟陈霄谈话 陈霄决定晚上就前往毕斯所在的星球 崔斯塔纳一副懒洋洋的表情 飞船你开 路你赶 你问我干什么 都想好了还来问我 陈霄测过身子看着她 我只是找个借口 和我爱的人说说话 美女将军顿时被撩得羞红了脸 秦云正在房间里擦拭着自己的高农头 正埋头忙活着 传真机的两只眼睛突然亮起 接着哗啦哗啦吐出十米长的稿纸 秦云呆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 又是她家年人的皇帝陛下来信 不要让自己说声 给你家派了护卫对局 记得遇到麻烦要躲起来 别傻兮兮地冲得起来 每天都要想我 想得认真一点 不要负荣要事 崇云还想你 天天玩你做的水晶鼓 真想让你看看她现在那副崇云 要多少就有多少 今天我居然看见斯卡特在织围巾 他还嘴硬说 是自己没办法控制体温 冬天要靠外国 骗谁啊 围巾满大街都是 他不会买啊 吃了那么久 连动梁会带才过来 怎么三溜溜的 自从柏林被禁足后 内阁的动作明显小了很多 皇帝说要查谁 袭击王后的飞船 明显不只是说说而已 真要这么一层层抽丝剥茧下来 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内阁最终慌了起来 先是公开发表了声明 支持皇帝大婚 紧跟着皇室又以续派人 护送王后回娘家 醒亲的理由 要回了斯卡特的兵军 等一切尘埃落定 柏林才在两天后 终于被解除了禁止 陛下 这回您满意了吧 希望你能继续保持下去 夫人 等秦云回来后 婚礼会按计划举行 请给我的王后 包一个大点的红包 毕竟一辈子就那么一次进 被皇帝坑了一把 柏林差点秦云过去 秦云的飞船 正在太空中平稳飞行 宝丽自从被抓后 就只会一个劲地哭 秦云无奈了 表示他们不会拿他怎么样 宝丽边抽掖着边抹眼泪 我怎么可能还有脸回去 肯定被艾弗里欧开除了 那你可以去军部吗 你能力那么强 向导军方一向很缺高级向导 宝丽却哭着摇下头 秦云实在看不下去 他这不争气的样子 大声教训道 你这样子才给艾弗里欧丢脸 身为向导首席 难道只会哭吗 宝丽大概没想到 对方会说出重法 整个人愣在当场 秦云表情冷素 国家可不想看到 学院养出你这种废 在战场上没有眼泪 失败了 命就没了 懂吗 宝丽下意识做得端正起来 也不敢哭了 巴巴地吵个对嘴 犹豫半赏才点了顶头 秦云终于放缓了神色 他留下营养剂给宝丽 才一个人走了出去 气势不错 崔斯塔纳靠在门边 看到他出来笑了醒 你在的呀 终于有皇后娘娘的架势了 陛下果然调教永芳 把你教得不错 崔斯塔纳赞扬有加班 拍了拍他的肩膀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大家不要误会 小编不是在数羊 等数到一千零一只羊时 三人终于到达了科尔庆土 到了地方才发现 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草原这么大 他们压根不知道 碧斯在哪 陈骁亮出地图 建议分别去几个 大的蒙古包找找 这时秦云向想起什么 认真叮嘱道 你们如果先找到他的话 千万不要叫他阿姨或者公 崔斯塔纳和陈骁面相去 为什么 反正不能把他叫了 你以前也不叫他妈妈 当然不叫 他会杀了我 陈骁好奇 那你叫他什么 秦云纠结了一会儿 才不情不愿地说 小碧斯 说完顿觉羞耻都抱不 最先找到碧斯的是崔斯塔纳 女将军形容狼狈地 在马屁股后面追了快一公里 才拦住了马背上的小碧斯 碧斯的身量娇小 骑在高头大马上远看 简直就像个半大点的孩子 脸上完全看不出年龄 帝国军服 我家小云宝来了 崔斯塔纳很想吐槽下这一家人 取小明的酿性 不过还是忍住了 我马上叫他来 啊 不 小碧斯大人 他让你们叫我小碧斯的 碧斯皱着眉无奈地看了口气 这孩子长那么大了还淘气 崔斯塔纳心灵一喜 刚想改口叫爱妮 就又听对方淡定道 乖 碧斯笑得和蔼可亲 叫姐姐就行了 姐姐好 等秦云看到碧斯身后几百匹俊马的时候 表情真是要多精彩就有多精彩 你还真是千军万马来相会啊 多大年纪的人了 我走那年你遛马闪了腰的事不记得了 那都多久了 是 碧斯嘴硬埋怨 你鸡那么劳干吗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越活越回去啊 他像抱小姑娘一样将自己的羊女从马背上抱一下 你长得太大了 碧斯撑着秦云的肩膀 一点都没小时候可爱 秦云翻了个白眼 那真是抱歉了 还老了 皮肤都没以前好 鱼尾纹都有 你够了胃 秦云严重怀疑 碧斯平时是怎么遛这么多马的 散着羊 有黑猪看着 秦云你看不见他了 秦云的表情僵了僵 他没想这么快露弦 在战场上出了点事 我被注射了脑神经破坏剂 碧斯皱了皱眉 脸上却没有过于担心的神色 只是问了一句 你这样多久了 一个多月了 碧斯试探着发出一缕精神力 问秦云什么感觉 秦云疑惑 什么什么感觉 碧斯的表情微妙起来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秦云 接着收回精神力 突然答非所问道 听说你要结婚了 秦云微愣 随即反应过来 脸瞬间爆红成刃 是 是啊 碧斯却笑了起来 他温柔看向秦云 来吧 来和我说说 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另一边 皇宫里墨舍里 正在低头批跃功吻 被一旁巨龙身上水钻 反射的光亮的谎言 墨舍里怒了 去内室待着 你哥这太谎言了 崇云幽怨般看了他一眼 接着他愤愤地扭过身去 改用后脑勺对着皇帝 气得墨舍里 将手中的笔捏断 这小崽子越来越不服管教 巴金拿着一个精致的长方形礼盒 闭下 定制的礼服道 你要看看先吗 秦云的礼服做得烤酒而精致 墨舍里将细节处认真检查了一遍 才稍稍露出满意的神色 他突然想到什么 问巴金 勤俭都写了吗 写了大半了 这几天就能完成 墨舍里点了点头 给我几张 我来写 在帝都生活习惯的三人 已经很久没享受过如此原始的夜晚 一望无垠的绿色草场 银白色的月光扑了满天满地 崔斯塔纳在温暖的火光下打起了瞌睡 陈霄伸手将他搂进了怀里 毕斯倒了一杯羊奶姐弟给秦云 他对你好吗 秦云不知道怎么说 他酝酿了半天 想着自己第一次见墨舍 皇帝陛下把他像体操球一样的往天上走 虽然老是凶他 却从没有真的丢下过他 他们互相陪伴着一步步走到现在 哪怕最终结果并不圆满 他也仍是墨舍里唯一的相对 毕斯观察着他的表情 他一同面对土耐失败或是不足 分享温暖快乐以及幸福 度过每一天 每一月 每一年 最后一辈子 秦云说不出话来 他只觉得心口酸胀饱满 数不清的情绪仿佛澎湃到要倾桃出来一般 我想 你应该是找到这样的人了 毕斯表情温柔地回望着他 今天的帝心英语怜悯 一群白鸽从皇宫大门前飞 巨龙有些寂寞地盯着苗衣 帝国的皇帝在旁边陪着他 我知道你想他 莫舍里难得没有嘲笑重演这个样子 他伸出手用力的暗了暗罗蒙 眼神望向远方 我也想他 林栋梁在街道奥林匹斯的登陆 申请时半天没有反过来 斯卡特皱着眉 这时候来干嘛 我还以为埃卡星一抑 他们和帝国算是彻底撕破脸 公主陛下即将打婚 他们打的是这个旗号 皇帝讽刺地笑了笑 父亲自来 脸皮够厚 林栋梁为难道 要拒绝吗 没必要 莫舍里慢条四里地说 表情轻利 他们既然敢来 我就没有理由不接 想到场子 还得看他们够不够资格 秦云说要学骑马 把马牵来后 光是在那根马儿大影瞪小眼 毕斯受不了地看着他 你要骑马就快上 磨叽什么 秦云纠结了半天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我不能骑马 这类生物 毕斯有些惊讶 你还记得 秦云莫名 记得什么 你八岁前的精神体 我有精神体 秦云激动得不禁大喊出声 大呼小叫什么 毕斯鄙视道 你都能成为神级哨兵的向导 再若能若到哪去 秦云哭死的心都有了 这算什么呀 他这几年低级向导都白当了呀 要知道 低级向导跟高级向导的薪资 可是一个天一个地 秦云欲哭无泪 感觉自己瞬间错失了好几个影 三十年前 我曾在奥林匹斯的向导研究院任职 当时帝国还是赫鲁初期 奥林匹斯也并未自成联盟 但他们那会早已野心勃勃 神级向导计划 毕斯叹了口气 还有结果 我每天做的就是这样的实验 他温柔看向秦云 如果说哨兵是人类的智慧 那么向导 则是人类的慈悲 你的意思是 哨兵可以通过基因复制 或者克隆的手段 培育出更高级吗 没错 伊萨王室的基因 就是通过一代代的复制 和克隆才能传承延续至今 虽然神级哨兵珍贵稀有 却也一样存在 因为基因不稳定 而造成的能力的不完整问题 人类的智慧 所无法企及的高度 那就是进化的本身 毕斯深吸了一口气 他似乎陷入了回忆 目光沉痛而悲伤 奥林匹斯尝试用相同的办法 培育出完美的神级向导基因 但始终没有成功 神级基因的相容率 甚至不到50% 培育出的克隆体 根本无法与神级哨兵相同 秦云没有说话 他抚摸着身边骏马的踪摆 抬头看着毕斯 也就是说 神级向导 真的不可能存在了吗 不 并不是这样 毕斯低头 他深深地看着秦云的眼睛 奥林匹斯追求的是 错误的进化方式 但奇迹和希望 却往往是在意外中降临 秦云似乎不是很明白 他还想在问时 却被毕斯打斗了 等你新婚之夜时 你就明白了 秦云一脸猛逼 所以为什么要等到那时候 毕斯却笑了起来 他牛头不对马嘴地答了句 年轻人嘛 干柴烈火 冲动一点都是应该的 好好享受就行了 奥林匹斯的舰队 抵达帝国皇宫附近时 并未得到应有的迎接 对方的公关大臣 布鲁脸色阴郁 巴金笑得优雅含蓄 非常抱歉 陛下挑选婚礼场地忘了时间 只好我来接各位了 布鲁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声 新婚吗 当然理解 只不过 我听闻王后是个普通人 地后情深 巴金脸上的笑容淡血 是不是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 是没有什么关系 布鲁无所谓地怂了怂见 不过墨设里 陛下可不是普通人 最近他心情还好吗 巴金脸上已经没了笑语 其中一个从头到脚披了条白色东方披风 布鲁立马神色恭敬地迎了上去 凯尔殿下 您怎么来了 接着就见那白袍人 附在布鲁耳边说了什么 或者转不声 神情巨傲地望向巴金 凯尔殿下想单独见一面皇帝 麻烦您传个口气 就说 神级向导想为陛下做一次思维疏抖 还望陛下能够赏脸 神级向导 墨设里眯着眼重复了一遍 他们是这么说的 巴金点了点头 林栋梁深深皱眉 虽然一直有传奥林匹斯拥有神级基因 但调查下来 不是始终克隆不成功吗 墨设里的表情冷露 露了个嘲讽的笑容 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 不去见下岂不可惜 布鲁在走廊上看见大步走来的皇帝陛下时 竟被对方的威压阵的差点跪倒在地上 墨设里抬了台下函 冷冷地示意倒 开门 巴金弯腰行李 他越过僵直站立的布鲁拉开了会客室的门 凯尔站在窗边 他听到动静才转过身来 墨设里静静地看着对方 在看清楚对方面桶的一瞬间 跟在身后的巴金猛地抽了口气 墨设里的脸色冰冷如寒霜 凯尔笑了笑 他与墨设里正好相分 右半边脸上戴着一副银质的面具 陛下 您有一只漂亮又威武的龙蜡 午后的阳光暖人 晴云坐在草堆上 迷迷呼呼地想睡觉 通讯气低的一声 原来是墨设里发来的结婚情节 墨设里的字迹比第一次看到的进步实在太多 他在飞夜写了碧斯的名字 墨勒交代了一句 请把秦简转交给你养母 我等你回来 晴云看着秦简 此刻莫名地特别想念傲娇的皇帝陛下 皇宫里 凯尔说完话后 眼神直勾勾地望着重燕 重燕今天身上并没有贴水钻 所以刚被人点名的时候 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但知道凯尔是在说她是 满脸戒备 不用觉得被冒犯 凯尔开始发出自己的精神力 直直伸向巨龙的脑袋 重燕在对方思维触手接近的一瞬间 突然怒吼了一声 不要用你的脏手碰他 墨设里冷冷地嫌疑着 对方那张消似秦云的脸 他的神情厌恶 从哪来就滚回哪去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凯尔收回了思维触手 并没有露出尴尬的表情 我并没有其他意思陛下 同样身为神级 我想你也需要 墨设里冷冷地打断他 我不需要 你也根本不是什么神级 一个残刺品而已 皇帝陛下嘲讽 吃笑了一声 没有资格和我讲话 得知秦云要走的时候 碧斯满脸都恨不得 写着重色轻奴 有了老婆忘了娘 秦云递上了请柬 你要和我一起回去参加婚礼 碧斯表情辽转轻 这是墨设里亲自准备的 他就喜欢那些 滑滑丽丽可爱的东西 虽然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来 崔斯塔纳心情糟糕地 在和林栋梁视频 你们就让他们这么待下来了 把他们轰走啊 林栋梁无奈 和平缔约还是有效的 正常的国师访问 我们并没有权利干预 这哪里正常了 崔斯塔纳咬牙 送个神级过来是想干嘛 欺负我们秦云没有向导能力 那个凯尔还想当王后 林栋梁被他逗笑了 你冷静点 陛下当然不可能跟他怎么样 斯卡特已经去查了 奥林匹斯对于神级向导的 基因克隆研究一向直准 这么多年来 首次出现神级基因融合率 超过80%的向导 可以说已经算是奇迹了 崔斯塔纳皱美 80% 这么高 林栋梁点了点头 如果赫禄陛下还在 他大概真的能成为帝国的王后 可惜 现在执政的是殿下 谁都知道赫禄陛下的 神级基因融合率只有65% 近几十年来 依萨皇室的神级基因血统都在脱 一代代的复制导致 哨兵的融合几率都在80%以下 直到末世里的出生 赫禄瞒着所有人用初代 神级哨兵的基因复制出了自己 但因为血统的关系 末世里仍是无法百分之百复 其因反噬 甚至导致末世里的一只眼睛变成了龙眼 另一边 末世里冷冷地盯着面前的帽子 你只是一个融合率刚到80%的惨次品 你连所谓的神级精神体都没有 凯尔缓缓摘下面具 陛下 可毕竟我与您是平等 您的龙也只有我能看得见 不是吗 您身边现在并没有合适的效果 凯尔有信心末世里会接受它 毕竟神级少之又少 您也不希望有一天会被狂躁反噬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吗 呵呵 末世里满脸的讽刺 那你就试试 看看你的精神力 能不能疏导我的意识云 陈霄在得知奥林匹斯派来了神级向导后 第一反应则是 不会百分百匹配吧 向导一勾引 我们陛下再一回应 当众发结合热怎么办 话没说完就吃了崔斯塔纳一拳 不会说话的话可以闭嘴 一旁的秦云却沉默无声 陈霄瞪着他 我的担心完全是有必要的好吗 哨兵和向导最开始就是天性吸引了 崔斯塔纳还想再骂他 就听见咔嚓一声 秦云装好了一架高能炮枪 轻松握在手上 崔斯塔纳一把抱住陈霄 飞快退后了一秒 秦 秦云 冷静 秦云一脸莫名其妙 我只是打算拿到飞船上去 今晚就出发不是吗 秦云在回程的路上心情并不轻松 他与林栋梁视频沟通了一次 放心吧 就算是神级也不是能随便输倒陛下 对方虽然动手了 但并没有成功 陛下他没事吧 我刚刚通讯器找他 他没接 林栋梁赶紧解释陛下正跟斯塔约开会 还让秦云不用担心 凯尔的精神力并没有强到能够伤害到陛下 秦云总觉得对方似乎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只能再次重复了一遍 我明天下午正能到了 别忘了告诉他 林栋梁笑着答了句话 等对方关了视频才转过身来 他担忧地看着皇帝陛下 陛下 您的意识云被破坏得不轻 秦云不可能发现不了 墨设里脸色苍白 和向导不同 哨兵并没有强悍的精神力 他们的意识云竖起的壁垒 虽然能一定程度上的防御向导的精神攻击 但遇到同等级时简直就是对大脑的折磨 没关系 墨设里语气清淡 他看不见崇燕 至于我 可以请化妆师来 在看不见的意识空间里 崇燕奄奄一息地卧倒在地上 巨龙的双翼伤痕累累 全身上下不满恐怖的血迹 飞船在第二天中午就抵达了港口 秦云下船时还在跟小碧丝闲谈 突然发现墨设里站在前面 秦云忍不住一个剑步冲上前 墨设里张开手臂牢牢地接他入怀 两人抱了许久 直到跟在秦云身后的碧丝忍不住出声道 哈哈 行了 但你们也好歹注意下场合 秦云才有些不好意思地松开墨设里 哈哈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养母碧丝 碧丝优雅地行了个屈膝里 他看向自己的准女婿 很高兴见到您 陛下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墨设里微微弯腰 他直起碧丝的手 吻了吻对方的手 您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轻美丽 碧丝笑得眼角皱纹都快出来了 哎呀 陛下真会说话 跟小云宝完全不一样了 秦云简直哭笑不得 他仔细打量了一遍墨设里的脸色 虽然没有发现一样 但总觉得有些奇怪 突然他把皇帝的脸扳正 有些焦急 你化妆了吗 怎么肤色这么不自然 皇帝此时已引领有种不妙的感觉 于是他赶紧想尽办法堵住小巷岛的子 目睹全过程的吃瓜群众小碧丝不禁感叹 则则 现在的年轻人呢 等送小碧丝先去休息后 秦云终于恢复正经了眼 他抱起双手 盯着墨设里的眼睛指纹 现在 轮到你好好解释到底怎么回事了 皇帝陛下一脸装乖样 正想编几个借口搪塞过去 却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陛下您怎么在这边 墨设里的表情阴沉 他没想到凯尔居然恢复速度也不慢 竟然还有力气来找麻烦 秦云看到凯尔的脸是明显愣了愣 墨设里看着凯尔那只正常的眼睛 慢慢变成金色时就知道大事不妙 他焦急地喊了声 秦云 还不急采取行动 秦云就先一步跨到了敌人面积 凯尔惊讶出声 你怎么 结果话没说完 就被秦云狠狠揍了一群 打翻在了地上 凯尔此刻只剩个猛逼脸 精神攻击怎么对你不起作用 冷冷的 听说你想输倒我的哨兵 随即咔嚓上膛 秦云将枪口重重地抵着神机向导的脑 声音冷酷 带着你们的人滚回奥林匹斯 巴金老管家满脸笑容地送走了奥林匹斯的船 凯尔会溜溜地被人扶着上了飞船 等老管家回到皇宫时 咱们的准王后正抱着胳膊 神情严肃地盯着皇帝陛下 受伤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皇帝大概平生第一次如此冷 只是小伤 过几天就好 老管家急得想提醒一下自家赏君主 这个时候嘴硬可不是什么好选择 果然准王后叹了东西 那等你伤好后再举行婚礼 秦云转过身不再看陌生 今晚我自己睡 不准蹲上来 皇帝一脸震惊地盯着秦云的背影 他有些不可思议地问巴金 他这是 生我气了 巴金很为难 我想 是的 他居然敢生我气 皇帝不爽地哼了一声 他脸色难看地转身就走 结果没走几步就停下来 别扭着嘴里哼哼道 算了 我去哄哄 秦云看着站在客房门口的皇帝陛下并没有让开的意思 他抱着胳膊靠在门上 知道错在哪了吗 墨舍里当然不觉得自己有错 将着脸纠结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 秦云长叹一口气 就算失去了向导能力 我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不是只有你想保护我 我也想成为你的依靠 墨舍里却突然有些急躁 那就马上结婚 不能等 结了婚 我就依靠你 秦云乐了 你懂我指的依靠是什么 我懂 墨舍里认真的看着他 我会相信你 尊重你 珍惜你 一辈子好好爱你 你这才不是依靠 是告白 太丧归了 墨舍里并不便急 他突然上前给小巷导来了的贴贴 嘴里含糊不清的多么 明天就结婚吧 全宇宙从来没有一天像今天这么热闹 户外大屏到处都是直播 地后婚礼 盛世庆典 无与伦比 真爱无敌的喜目标题 房宫里一片鸡飞狗跳 巴金指挥着十几个管家准备婚礼要用的东西 我们的准王后此刻正跟自己的领带搏动 他紧张的双手都在发抖 沈卓凡来的时候 秦云如获救星 快来帮我弄弄 宝石家 披风 小马甲 哎 我袜子呢 沈卓凡不由害你 你这哪有结婚的样子 秦云都快扑了 我昨晚还和西照说让他再等几天再等几天 他偏不肯 我一晚上没睡好 紧张得每时每刻都想上厕所 沈卓凡不禁无礼 你坐下 我帮你先把头发说了 梳头梳到一半的时候墨舍里进来 他穿着最高规格的新郎制服 英俊帅气的模样让秦云看待了你 沈卓凡恭敬地向皇帝行礼 陛下 墨舍里微微点头 接着看向自己的向导 礼服会穿吗 秦云尴尬地硬着头皮 马马呼呼 沈卓凡忍俊不禁 他利落地给好友说好 止不住笑意的交代 我去前面忙了 剩下的就让陛下帮你了 领结 坠试 扭扣 墨舍里认真地给准办理衣带上 不用紧张 墨舍里将人拉到华柜的镜子起 他在对方的身后轻轻说了句 我在你身边 秦云张了张嘴 我怕等下戴戒指的时候哆嗦怎么办 会有多少人看 皇帝陛下的表情有些微妙 实况转播 全宇宙大概都能看到 秦云顿时觉得更紧张了 这么多人看我要是紧张地摔一跤怎么办 内阁他们会捣乱吗 要不要我把高能炮背上 墨舍里简直要被某人惊怒到 我会扶着你不让你摔跤 内阁那边斯坦克已经盯着了也不会等我 至于那么多人看的问题 我觉得那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最起码这么多人都看到你嫁给你 以后就算想离婚也不容 秦云微红了脸撇撇嘴 彼此彼此 你以后也别想找想散了 此时巴金来敲门 陛下 时间到了 婚礼终于来到最后一个环节 地后交换戒指 婚礼拖着一对荧光闪耀的婚戒 皇帝陛下拿起属于王后的脸床 轻轻执起准王后颤抖的手 白金的纸环被顺利套进了秦云的无名指 轮到你给我带了 墨舍里满脸笑意地望着秦云 秦云根本控制不住一直哆嗦 套了几次戒指都没给皇帝陛下套上 对方的脸黑了一层 最后忍无可忍一把抢户 自己将指头塞了进去 接着二话不说 抬起对方的下巴来了个深度窃体 崔斯塔纳在台下方筷的带头吹起了口哨 这可是全宇宙直播要避兴 别让王后殿下吓不了 秦云的脸这样的通火 墨舍里半天才放开 克里斯的几天 奥记已经研制好了 今晚我们可以试试 晚上举行的喜宴邀请了只有秦云和皇帝的亲友 墨舍里嫌他们太吵 一整晚的表情都很臭 亚瑟不禁调坦他 别太心急 明天开始你就能放婚假了 时间这么长随便你们折腾 你还有信息素衣制剂吗 有啊 怎么了 我用一支结合热药剂跟你换 你把你身上所有的信息素衣制剂都给我 亚瑟沉默了 你今晚打算多多 墨舍里没有正面回答 多被点阻是好的 我不能伤到他 而且我也怕自己控制不住 亚瑟一副秒懂得表情拍了拍墨舍里的肩膀 我懂得 当了这么多年的处男也真是辛苦你了 纯白的月光洒进皇宫中 秦云喝得有些多 刘海细碎的贴在额上 双眼亮晶晶的看着墨舍里笑 你刚刚和加西亚公爵说什么 他解开了领结 将领口敞开一笔 我刚刷了宇宙818 视频和照片拍的都不错 就是我有点傻 太紧张都忘记笑了 墨舍里微眯着眼流连在他露出的锁骨附近 你不用对着别人笑 想不到我们真的结婚了呀 秦云感叹 他伸出手换了恍无名纸上的戒指 结果半空中被皇帝握在了整心里 墨舍里与他尸指相扣 口吻不屑道 不结婚还能干吗 我说过会给你这个国家一半的主角 秦云笑了一声 他半开玩笑道 除了这个你还能对我什么 还能给你很多 墨舍里拉起他的手 放在自己的心口附近 我所有的爱 以及全部的生命 秦云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只觉得自己的手 似乎能够触碰到墨舍里火热的跳动的心脏 温度滚烫 仿佛灼伤了掌心 好了 至于接下来的画面能放出来的不多 大家去一个漫画观看吧 小编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这么便 这是 秦云的意识能幻觉 墨舍里醒来的时候 秦云仍然睡着 裹着被子躺在他的怀里 皇帝抬起头望向床边 雪白的独角兽安静地趴在地上 羽翼平铺在身体两侧 墨舍里赤脚走到他面前 轻轻地蹲了下来 金色的棕毛被皇帝温柔地扭在指尖 墨舍里伸手小心翼翼地俯上独角兽前额的螺旋颈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好了 接下来就是秦云发底的过程 小编就不多说了 大家自己去看吧 总之最后皇帝陛下完成了最终标记 对着他的向导霸气宣誓 最终标记后你就只能是我 永远都不能离开我 睡到快傍晚的时候两人才醒过来 秦云迷顾间感觉自己的意识云好像跟什么连接 顺着精神力撕现 他才惊讶地发现躺在床边的独角兽 这是你的精神体 墨舍里替小娇妻做出解答 崇云在墨舍里的意识空间里闹腾的不行 下一秒墨舍里将巨龙放了出来 秦云的独角兽对崇云的出现只轻轻地掀了掀眼皮 崇云一看到独角兽 两眼发光 激动地围着独角兽转圈圈 巨龙因为太激动 留下了一大坨哈喇子 毕斯是第二个得知秦云恢复向导能力的人 他看到独角兽时似乎毫不意外 他和你一样也长大了 你还记得八岁前他跟着你在牧场上到处跑吗 秦云恍然 我都想起来了 毕斯笑了笑 神级可以自我催你 我只是教了你过程而已 解除方法则是只有靠同等级的少兵 用一时云打破禁止 他顿了顿了 脚狭到 换句话说 就是逼着你走 秦云的脸瞬间爆火 一旁的皇帝陛下将手搭在他肩膀上 一脸得意地笑 看来以后得多从从你 崇云一眨不眨地望着身旁的独角兽 他似乎害羞的 总是用翅膀遮着你 但又忍不住偷偷露出眼睛来看独角兽的风 后者则始终平静如常 偶尔煽动几下脊背上雪白的云 碧蓝的眼瞳温柔地注视着黑色的巨龙 巨龙突然半蹲起 抖了抖翅膀 劈里啪啦掉下一堆水钻挂剑 他将那些挂剑推到对方面前 最后 独角兽只一脸无语的表情 回望着这头憨憨龙 林栋梁在看到晴云的独角兽时半天说不出话来 怪不得当时我和崔斯塔纳都无法治愈你的脑神经 你根本就不是低级向导啊 神级有强悍的自我修复功能 更何况你从八岁开始养精蓄锐到现在 一支破坏剂根本无法摧毁你全部的精神力 晴云神色暗了下 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他抚摸着独角兽的前领 他短时间内还没有飞行的能力 翅膀有点萎缩 现在正在恢复 林栋梁安慰道 没事了 这也算因祸得福了 不过我们都看得到你的精神体 是不是说明你的神级基因融合度要比陛下高 我也不知道 行云皱着眉 如果我也是基因复制的话 是谁复制 你不是什么基因复制 毕斯打断他 众人纷纷看去 当然也不是什么克隆 奥林匹斯之所以无法研究出成功的神级向导 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向导和哨兵一样 能够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基因进化 最终融合或者复制出新的神级向导 在哨兵的保卫下 人类终于得以幸存 但随之而来的基因缺陷 却导致人口急速锐减 直至第一例向导的自然诞生 斯卡克轻声被诵到 哨兵与向导的史诗 三年级教科书上写的 毕斯笑了笑 没错 历史拥有着最真实的眼睛 他看向秦云 你是自然进化选择的最终节目 整整一百多年了 人类的进化终于又画出了一个完美的距离 月光下的小夫妇正进行一波感情交流 秦云推开热力十足的皇帝陛下 别闹 你精力太旺盛了 皇帝显然对自己向导的情调不抱任何心 于是只能转移了话题 你精神体的名字想好了吗 还要想名字吗 不然你要叫他什么 秦云想了想 独角兽吗 小脚好吧 墨舍里无语 你认真的吗 秦云没觉得什么不同 我们那边都是这样起名的 比如叫你的花灰酒 你别想叫我默默 墨舍里咬牙道 这么蠢的名字亏你想得出来 秦云无奈妥协 语气中带点混人的意味 好吧 那你来取 都听你的好不好 墨舍里怀疑的看了他一眼 真的啦 你取 叫什么我都行 墨舍里脸色终于好了一些 认真想了许久才达到 叫一是他二 秦云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 一 一什么 一是他二 古地球巴比伦的自然与丰收女神 名字的意思是星辰 秦云默了默 虽然我觉得你历史学得很好 但他是个男孩子 墨舍里不说 你不是说都听我的吗 秦云一脸无奈看着暴躁的男人 行行行 你说了算 这天阳光明媚 一家四口在花园里散步 秦云喊声 一是他二 独角兽微微昂起脖子 湛蓝的眼瞳远远追视着他 接着慢悠悠的小跑向他家住 秦云有些小尴尬 看来两者之间的亲密度还得慢慢恢复 过来 一是他二 墨舍里平静地互换 秦云惊讶地看着自己的精神体 展开了双目 如滑翔一般 几个起落停在了墨舍里的面前 一是他二低下头 温讯地让皇帝抚摸着他的脸 乖孩子 秦云有些吃味 他都不搭理我 墨舍里看着秦云调了调配 他会过来 是因为你想爱我的身边 秦云反应过来后脸就红了 手足无措地结巴倒 那 那什么 墨舍里突然打断他 我也赢 皇帝面无表情地说着情话 崇燕爱你爱得要死要活 你以为是因为什么 秦云在得知蜜月旅行要一个月时 惊得差点把手里的咖啡都散 你离开这么久没关系吗 墨舍里拿出帕子 轻轻擦掉秦云脸上的污渍 反正有斯卡特跟林栋梁坐镇 我已经在写蜜月记忽 你不想去这么久了 秦云不由在心里哭笑 我是怕我的老妖造不住我 不过出发前 我还有件事要做 科学院的尖顶大楼 矗立在帝国的闹市区 沈卓凡被两个重磅消息 砸得当场涉满 我应该先震惊你是神机向导 还是先震惊我的向导基因还在 关于你的向导基因 明显是有异常 你明明没有了向导能录 却能在被标记后 仍固定每个月发结和热 说明你的向导基因始终存在 并且有了对方的基因记忆 有句很浪漫的话怎么说来着 爱情的最终结果 就是拥有了对方的基因片段 秦云一副无法理解的表情 嘴上去回答是吗 好像很有道理 那是 奥林匹斯第一科学家可不受 我最近时间不是空了吗 研究了好多新东西 看看这个 维度眼镜 秦云疑惑 这是干什么用的 克里斯调试着眼镜片 普通人的意识一般只能看到三维空间 但哨兵向导因为精神力要高于我 所以可以看到另一个维度空间 精神体就在那里产生 所以我就利用了几何维度 研究了这副眼镜 可以让普通人看到哨兵和向导的精神体 他顿了顿 看向秦云 所以 你快把你的神级精神体照出来试试 这要是成功了 帝国之后一百年的税就出来了 秦云的精神力包裹着沈卓凡的脑层精 他展开四维触手 剔除这残留的破坏剂 感觉怎么样 有些闷痛 沈卓凡轻声回答 你还记得你精神体长什么样吗 他是只虎猫 名字叫天蓉 这名字有什么寓意吗 可爱到天理不容 睡吧 等你醒来就能看见天理不容了 沈卓凡忍不住笑起 慢慢合上了眼 秦云看向克里斯 后者朝他点了点头 数据在稳定上升 可以继续 秦云挽起袖子举了举胳 好 咱们再加把劲 另一边 亚瑟在皇宫找到末射礼时 对方正打包着蜜月刑 王后是神级向导 那卓凡的病是不是 他们现在在科学院 治疗进行得很盛利 等会我们到呢 他们可能就已经治疗结束 亚瑟顿是激动的无情而止 后又想起什么 内阁现在还不知道王后就是神级 你不打算说 不 末射里看了他一眼 沈恢复了的话也希望你们能保 内阁不会那么容易听 他们掌控爱抚李欧那么多年 手上的权力并不好跟住 那你还能放心的去对蜜月 不要让他们放心 末射里讥讽地笑了些 他们想要的只是个傀儡王 要让民众对皇室失去信心 他们有手段泼脏手 最好的时机就是趁我不在的时候 他们现在说的多难听 未来打脸打的就有多痛 让外避陷安内 我不可能放任秦云的基因 被奥林匹斯克罗 内阁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他们 亚瑟焦急地在实验室外等待 不一会秦云出来了 他怎么样了 刚恢复可能不太稳定 给他点时间 秦云笑着轻声回答 亚瑟眼角微红 哑着声音说了句谢谢 他走进实验室 就看见自己的向导 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怀里抱着一只漂亮的虎猫 他将虎猫轻轻接过 放在脸颊边感受他的存在 沈卓反弯下腰 慢慢伸出手臂 抱住了自己的哨兵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之一 也许就是势而复得 无比珍贵而又美好 秦云和皇帝陛下的蜜月旅行 终于要开始 两人先相互交流了一刻钟 分开后秦云忍不住小脸微红 我没消耗多少精神力 墨舍里表示他只是单纯想贴贴 秦云自觉理亏 于是干脆反客为主 搂着墨舍里的脖子 两人又腻歪了好一会儿 现在你的事情办完了 轮到我们享受自己的时间了 杜蜜月吗 你剧本写好了 墨舍里挑了草莓 男主角 我们 台词是说情话 秦云囧了囧 这方面我可不是演技派 从彦跟伊士塔尔他们呢 他们是不紧 没有台词 小福福即将前往的艾号星 99%都是海洋 只有1%的路径 老实人秦云望着浩瀚无边界的海洋 发出不可思议的感叹 这湿气得有多重了 没办法助人吧 飞船在海洋上空穿行而过 秦云恍然 这就是传说中的带我去看海了 墨舍里有些恼怒地打断某个木头星 闭嘴 这个星球的冰结晶力度非常大 表面看起来很薄 实际上承重力非常高 天哪 这简直太美了 秦云再一次发出惊叹 夫妇俩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行走 隔着如镜面一样的冰层 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底下 水里的成群结队的鱼群 给人一种犹如在大海上漫步的错觉 等下还有更美 重验 皇帝表情有些得意地向秦云伸出手 走 带你去看鱼院 巨龙在这小夫妇低空飞行于冰面上 秦云往下看时 却发现冰面下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移动 那是什么 墨舍里揽着可爱的小娇妻 淡淡回答道 是巨云精 这有多大 秦云一脸震惊 这还是未成年的 成年的可以抵得上一座山 巨云精到了冬天才会交配繁衍 他们智商很高 不过性子很温顺 不会主动攻击 等下你就会看到他们跃出冰面的样子 秦云不解 可是大冬天交配繁衍 这么冷没关系吗 虽然表面上有冰层 但碧海的水却是热的 话音刚落 只听啪的一声巨响 下方的冰面煞时裂开无数道裂 下一秒 一头体型巨大无比的白色鲸鱼 破开冰层跃出 在空中画出漂亮的火 巨大的鲸鱼尾甩出的水珠 在阳光的反射中留下坦 容易打倒击 秦云呆呆地抬头看着 眼睛都不眨地盯着不断跃起的巨云精 巨云精的交配向举行某种仪式 母精在水里头尾相弦绕成一个巨大的围圈 公斤依次跳起 高高跃出冰面 公斤会对母精吟唱行事 墨舍里突然到 不过我们听不到 秦云回过神来 戏谑地看了他一眼 既然听不到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 我当然知道 墨舍里低头看着他 因为如果我想求爱 我也会对你说情话 夜间的天空铺满了繁星 墨舍里生了人工火堆 拿出巨大的毛质糖补助了秦云 此时他正拿出吊卷 在冰面杂树的小洞里放进鱼儿 这里因为水温的关系 鱼类的肉质都不错 他问秦云一会儿吃几条 秦云决定展示下自己的男友 拍着胸脯自信的 你吊几条我就吃几条 墨舍里倾笑了想 这可是你说的 他从飞行器里拿了瓶小麦饮料 喝点 秦云喝了一口 墨舍里问他味道怎么了 很香 是吗 我刚喝怎么不觉得 小巷岛一脸茫然 怎么会呢 我觉得很好喝呀 墨舍里又抿了一口 他突然捏住秦云的下巴 把饮料喂进了对方嘴里 不一会儿两人分开后 墨舍里一游喂进地看着怀里的人 确实 味道很不错 秦云看着满满一箱子 不由发出赞叹 花好多呀 没想到你钓鱼这么厉重 我刚登机时候每天都来 墨舍里关上新的乳饵放进去 那阵子我没有清证 大部分权力都归内阁所有 我身为皇帝 却终日无所事实 内阁排斥所有低等级的哨兵和相识 他们只看重基因和基因 认为那才是人类的最终形态 但事实根本不是如此 金字塔本利 没错 就是金字塔本利 帝国并不属于我们 它属于真正能够维持国家稳定的大公司 比如捍卫前线的哨兵和相识 以及克里斯那样的科学家 秦云上前一步抱住自己的少兵 你明明就站在金字塔的顶层 却有着难得的公平性 这些都是赫禄交给我的 因为基因孱弱 他当了一辈子皇帝 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公平 连死后和谁埋在一起 都无法自己决定 墨舍里看着秦云 我不可能 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秦云没有说话 他紧紧地与皇帝食指相同 皇帝看着自己的王后 低声道 你不论生死 都只能在我的身边 坟前的穆志明会告诉所有人 你是我的向导 是我的爱人 沈卓凡找了个时间和秦云试讯 两个人家长里短地说了半天 蜜月玩得开心吗 秦云露出幸福的苦笑 横宝很开心 我觉得我今天吃完了一辈子的 沈卓凡笑了起来 我记得陛下的垂掉水平和 随即表情为人做了小 最近内阁的人有来找亚子 陛下最近是不是没让你上火了 怎么了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内阁在舆论上竭尽全力勿议 林栋梁都压不住 一旦舆论压力太大 皇室也会顶不住 不得不做出回应的处 到时候你要怎么办 能怎么办 秦云一脸若有所思的样子 把一世塔尔放出来 沈卓凡一货表示你认真的吗 秦云也就说说而已 他转头看向另一边的克里斯 询问唯独眼睛生产的劲度 我专利还没申请 你知不知道办正了 内阁那边卡的右眼 你去找林栋梁 就是我说的 新晋王后终于想起来自己的权利 克里斯胡怡 你那么急干嘛 就算批量生产了 不打广告也不行啊 皇室的宣传首页给你免费打一年 还有避开内阁 别让他们知道 是我和皇帝陛下的主意 秦云连再见都来不及说 克里斯的全息影像就毕 一下全灭了 他抬头 看见了自己的哨兵 等着一张俊脸 只听哨兵冷冷道 别趁我不注意 和别的男人说话 我会吃醋的明白吗 碧海的夜晚深邃而泥人 整个夜空中 漂浮着一种神奇的鱼 他们长着翅膀 前额还挂了个 类似灯泡的玩意 萤火鱼 别看他很忙 脾气却很差 秦云刚想问脾气差在哪 就突然被面前的萤火鱼 吞了一连水 秦云咬拿到 他味道怎么样 墨舍里忍俊不惊 秦云气恼般看着自家哨兵 墨舍里将鱼儿 撒在不远处 吸引越来越多的 萤火鱼飞了往 他坐在秦云身后 凑过头 在绚烂的萤火中 稳住了自己的小巷筒 同一个时间下 碧斯裹着披肩 站在皇宫内的露台上 他神色凝重地望着远处 林栋梁看到他是有些惊讶 碧斯夫人这么晚了 您还不去休息吗 你不也没休息 辛苦了 内阁那边情况 林栋梁苦笑 还是老样子 他们不知从哪弄到的资料 说王后殿下是克隆失败品 玷污了神级向导的血统 碧斯皱了皱眉 他眼神微冷 他们是忘了陛下神级基因的油脉 还是想借此事直接罢出王室 可能两者都有 内阁还将埃塔星战败的罪责 强加到王后殿下的身上 认为应以战犯的名义审查殿下 碧斯冷哼了一声 我看不止只有内阁 小云宝解除了意识催眠后 我们就会面对更多的问题 奥林匹斯估计也在蠢蠢欲动 他们的野心要比我们想象的大 碧斯接到墨舍里的视讯请求时并不意外 好久不见了 小兮兮 也就只有他敢给皇帝陛下去这样的想法了 日安 夫人 墨舍里看着他身边的马群 看来赫禄把你教得很好 墨舍里沉默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赫禄放在宝贝上 其数大概是孱弱的父亲留给自己的唯一的东西 碧斯温柔地看着他 他看到现在的你一定会骄傲的 墨舍里有些疑惑地皱着眉 你和我父亲 我是艾弗里欧第一届的首席 你的父亲为我颁发过学院章 碧斯的眼神有着怀恋 但表情却很平静 原来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墨舍里张了张嘴 他总觉得碧斯似乎有事瞒着自己 却又觉得不该细问 最后只能转移了话题 关于内阁污蔑秦云的事情 我会好好解决他 请您不用担心 秦云正在室外跟两个精神体溜达 他将掌心合拢在嘴边 大声道 飞飞看了 一时塔尔 来 飞到爸爸身边来 崇雁拍着翅膀横给面子的扑了过 秦云被巨龙压在了地上 他伸手挡着崇雁的脑袋 别舔别舔 墨舍里的军靴出现在秦云的头顶上方 皇帝陛下没什么表情的低头看着他 你在干什么 秦云一脸表情无辜 带小孩 接着只觉得眼前一省 一个圆形的挂坠出现在了他脖子里 这是什么 每一任伊萨皇储出生时 都会有一枚杰梗花的徽章 墨舍里淡淡的 给他未来的伴侣 本来应该早些给你 但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不结婚 所以找了很久才找到 秦云看着他笑了起来 你知道杰梗花的花语吗 墨舍里没有回提 他盯着自己的向导看了许久 陛下头稳住了对方的唇 墨舍里发布全宇宙生命 抨击内阁抵毁皇后的各项事业 同时宣布将要出兵奥林匹斯 收回曾经属于帝国的领土 这是什么时候录的 斯卡特看着电视影像的君主 问自己的爱人 应该是新婚之后的第一天 陛下这几天才给我 意思是别让内阁影响他动命约 不愧是暴君啊 这话说的完全没办法让人反驳 沈卓凡被自己的爱人拥在怀中 他现在有我的兵权才能这么拥 以前可不敢耍帅 损友亚瑟毫不客气拆弹 但我想 如果陛下想要收复灵土 公爵大人您也必不会拒绝 他这么多年 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准备收复奥林匹斯的主角 我的诗群都已经饥渴难难了 另一边 看了皇帝的开战宣言后 昆塔和老女人柏林终于坐不住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这两人又要搞事情 秦云当然不知道 皇帝陛下屌爆天的全宇宙生命 他正努力让独角兽飞起 伊什塔尔脾气很好 但不代表他就听话 往往这个时候 独角兽只要微微歪着头 露出眼睫下那双冰斓的眼瞳 瞬间的美颜暴击 就能让两个大男人丢亏卸脚 秦云表示这么美他 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呢 默设里对伊什塔尔 几乎有着无原则的主 他不想飞就不飞好了 重演会飞就够了 准备准备 我们要回去了 秦云没问为什么提前回去的话 他很清楚默设里的为难 突然觉得心软的一塌糊涂 猛地将额头贴着对方的肩膀 语气认真道 我会保护好你的后背 放心依靠我就行了 默设里沉默许久淡淡回道 难得听你说一句情话 内阁偶尔也算做好事了 默设里的飞行器 展开巨大的银白色机翼 秦云在舱门关上之前 又往外看了一眼 默设里从身后抱住他 以后我们可以再来 你可以给这个星球取个名字 秦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取你的名字吗 会不会太肉麻了 皇帝陛下低下头来 封住了自己那不懂风情的木头媳妇 默设里的飞行器 缓缓降落在皇宫 秦云很想放一时塔尔出来吓吓人 不过默设里却不同意 我不是因为你是神级而和你结婚 秦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是是 我知道你爱我 我也爱你 不过 他看着默设里 你就不担心 未来如果我无法疏导你 你的结果会怎么样 逸世云无法控制的弊端 随着年岁增长会愈加明显 也许不过半半 你就可能 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 你会在我身边吗 秦云表情复杂地看着他 当然 我当然在你身边 我会一直陪着你 那就够了 只要你能在我身边 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皇室草拟国会会议 以分裂国土 污蔑皇室成员等多项罪名 决定废除柏林夫人的首相职务 从今日起内阁将会重组 军部会固定从艾福里欧学院 挑选培养前线人才和储备指挥官 已被与奥林匹斯开展 林栋梁读到此处顿了顿 他看向昆塔 校方的负责人会换成沈卓凡向导 还望您尽快交接工作 柏林表情难看 毕斯站在一旁望着他 眼神过蓝不惊 林栋梁陈述完了最后的安排 他再次问道 请问两位还有什么疑问吗 沉默许久的老女人终于开口 我只希望陛下今后还能有后悔的预定 夫人您 林栋梁正想反驳 就听见皇帝缓缓开口道 帝国并不会抹杀夫人您曾经的攻击 奥林匹斯第一次独立时 帝国面临人才流失的巨大危机 而因为您的努力 艾弗里欧学院的向导才能免遭伤害 他顿了顿 看向柏林略显疑惑的表情 但您似乎忘了 您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做到的这些 就算是个普通人也能身居首相的要职 为帝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但最终您为自己套上了家宿 您现在感到后悔了吗 夫人 因为曾经受过恩师的照顾 林栋梁对昆塔仍是很尊重 但老人显然不这么想 让一个低级向导做王后 昆塔的表情嘲讽了愤怒 帝国总有一天会完蛋的 林栋梁因为墨设里的吩咐 所以强忍着没有说出实话 奥林匹斯的神级向导 宝丽 哪个不比那个废物强 墨设里的眼睛是瞎的吗 他简直丢光了帝国的脸 昆塔叫瘦 秦云笑着打了招呼 恭喜名退休 林栋梁恭敬地向他行问 王后殿下 昆塔讽刺地看着两个 别作谢了 我不会承认 更不会像一个低级向导戏 这简直是做梦 秦云收起了笑脸 他本就比昆塔高了不少 此刻面无表情的居高林吓到 我也不打算接受 昆塔皱着眉 接着看到秦云身旁 突然出现了一匹雪白的独角兽 强大的精神力铺天盖地的奔勇沸腾 站稳了呀 别摔着 秦云好笑地看着对方 勾楼的微微打扎的身躯 皇室一向讲究公平行 您的确不需要向我行 祝您退休愉快 教授 柏林被废后 墨设里让林栋梁接任了首相之位 常年被流放在外的陈霄 终于有机会回来 顶替了国务总理的位子 斯卡特开他玩笑 这次回来不走了吧 什么时候吃你们喜糖 陈霄郁闷地挟了他一眼 我也想 关键还是最终标记 他眯着眼舔了舔唇 我得找个机会 话说到一半 就看到对面两人一副 你死定了的表情看着他 崔斯塔纳端着刚做好的点心 站在陈霄身后 浑身上下散发着死亡气息 好一会儿过去 陈霄年起一块点心放进嘴里 脸上多了两个五指清晰的掌印 柏林那边还派人盯着吗 这么多年我算是怕了他了 关键时刻总王回马枪 陛下怀疑他和奥林匹斯勾结 要知道内阁掌握了不少基因进化的技术 崔斯塔纳突然发现什么 很奇怪 他们研究的重点并不在向导身上 什么意思 崔斯塔纳看着手里的文件 颜色凝重起来 我现在算是知道内阁 为什么完全不在乎向导走 而硬要不停地塞到我们皇帝陛下的床上 他们真正要的是神级哨兵的基因进化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也是为什么赫禄陛下要毁了初代哨兵基因的原因 因为墨设里在前线军部部署作战计划 崔斯塔纳立马将发现的情况汇报给还在皇宫的秦云 出事了 有人革新了内阁实验室的系统 恢复到了几十年前的最初权限 这个权限只有最早的内阁和皇室成员才能打开 最早的内阁成员是柏林 他去实验室干什么 他的目标恐怕是存放在实验室的赫禄陛下的遗体 陛下身上有着最后一点初代神级哨兵的基因 可是实验室我们没有权限进不去 同一时间 内阁实验室里 柏林神情悲伤看着前方 赫禄的遗体保存在冷冻胶囊仓里 安稳得如同沉睡一般 没有声息 你一直都没有变 还是这样 而我却老了 你总是不听我的话 为什么不接受基因强化呢 你明明可以变得更好 他喃喃自语 像是想到什么 语气有些争鸣 你就从来没有对我公平过 柏林的胸膛剧烈起伏着 我们明明可以站在权力的顶峰 你却为了什么该死的公平性放弃了这个记录 只有蠢才才会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你期望那个怪物替你完成遗愿 哼 简直可笑 空间传输的提示跳出 柏林慢慢平静了下来 他的神情哀伤 正是因为我只是个普通人 所以才能体会基因的重要性 我为什么不是向导呢 你看 你到死都不是我的 实验室的大门刷的被人打开 毕丝迫不及待地跑入 秦云紧跟在他的身后 柏林似乎毫不意外 你们来晚了呢 他脸上露出极度的神色 你果然有这里的出击权限 是赫禄给的吗 毕丝根本没功夫理他 他几乎是非扑到传送银上 想强行中止传送 全然不顾冷冻舱上的碎兵扎破了他的手 秦云切断电源时已经来不及了 眼看着赫禄的遗体逐渐消失在自己面前 毕丝忍不住喊出撕心裂肺的声音 不